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方。 我是薛家二小姐,却是奴才们养大的,能走路时,我也做了小奴才,伺候嫡母的女儿薛金枝。 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洒扫庭院,什么脏活泪活都做。 薛金枝是金枝玉叶,我便是拖着她的那一盆烂泥。 她金尊玉贵,食指不沾阳春水,而我因为辛苦劳碌,皮肤粗粒地像树皮。 我长得有几分像我娘,大夫人讨厌我,时不时寻个由头打我。 她还会叫薛金枝打我,薛金枝不敢,她便抓住薛金枝的手,一下一下地往我脸上扇。 她便招法地欺负我,践踏我,我过得越惨,她便越高兴。 待夫人折磨我,我爹都看在眼里,但她什么也没说,她知道自己对不起她,一句话也说不上。 从小到大,她几乎不曾搭理过我。 只有一次,家里为薛金枝请了夫子,我爹找到我说,你若不想一辈子蹉跎,便从今日起,跟着金枝读书,她学什么,你便学什么,一样都不许比她差。 我不明白,她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我是个继子生的,连家里的马夫都能对我大呼小叫,我还能有什么出路。 我不明白的是太多了,我最不明白的,就是我爹那么爱大夫人,又为什么要勾搭上我娘,为什么要把她带回来? 既然没打算认我这个女儿,又为什么不让大夫人掐死我,叫我活下来?叫我不甘心,不过,不明白归不明白,我还是听她的话,在伺候薛金枝上课时,偷偷跟着学习十字读书。 薛金枝有名贵的笔墨指焰,我只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却学得比她还快。 许多次,我看着薛金枝因为写错字,被夫子责罚,总是偷偷地想,薛金枝可真笨呢,可老天就是这样没道理,笨蛋薛金枝是千金大小街,我却只是她的丫鬟,连十字这件事都不敢让人知道。 九岁那年的一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伺候薛金枝,她读书,我磨磨,夫子教了许多新诗,薛金枝埋头磨写着,磨到天黑也没备完。 夫子走了,薛金枝还在写。 我等得不耐烦,分心去看院子里麻雀灼时,等我再回头,薛金枝早已经没再被湿了,桌子上歪歪斜斜铺了一堆纸,写着许多大字。 小姐,你在写什么呀?我百无聊赖地问她。 她抬头看着我,说,我想,人人都有名字,你也该有个名字才对,总是丑奴丑奴的,也太难听了。 她拿起一张纸,一本正经地说,我琢磨了许久,觉得怀孕这两个字最好,以后你就叫薛怀孕,你觉得怎么样? 我愣了半天,心惊肉跳。 她是金枝,我怎么敢试玉呢? 金枝玉叶是天生一对,但她薛金枝是天上月,我是地上泥。 倘若让大夫人知道,我就没命了。 我抢过那一叠纸,胡伦撕掉,眼泪不知道怎么就跟着滚下来。 薛金枝,你少恶心人,谁要你起名字? 我叫丑奴,听清楚了吗? 我有名字,我不姓薛,我也不是你们薛家人,不要你给我起名字。 薛金枝吓了一跳,眼泪也跟着速速地往下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喜欢就算了。 那是我第一次那样冲动,也是我那么多年,唯一一次掉眼泪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委屈。 后来想想,大概是长久以来被薛家人见她,我不愿意吃性薛地给的甜头。 命运向来是不会偏向我的,包括那一次,我很快就倒霉了。 大夫人不知何时回来的,她见薛金枝哭,便立马知识人将我脱了下去。 贱婢,谁给你的胆子欺负小姐? 今日我非得包了你的皮。 我被两个摸摸摸摸摸在地上,脱去裤子,用竹条狠狠抽打。 薛金枝吓得大哭,母亲,她没有欺负我,你别打她。 大夫人恶狠狠地看向她,那目光像是要把她生吞活泼了,怎么,你要替她求情。 其实大夫人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我根本不可能欺负薛金枝,她只是想找个由头打我,只是不想让我好过。 薛金枝被大夫人的目光吓坏了,她闭了嘴,哽咽着改口,女儿是说,打得好。 丑奴不听话,就该打,只是母亲,你要保重身体,不要气坏了自己。 大夫人这才满意了,从摸摸手里夺过竹条,扔给薛金枝,你来打。 薛金枝身子一抖,捡起竹条,缓缓走到我跟前,咬着牙,狠狠抽在我屁股上。 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她一边打,一边哭,可她力气小,待夫人看着不解气,便叫她身边的嬷嬷接过竹条,狠狠抽打。 直到我的屁股被打到血肉模糊,她才带着人走了。 月上中天,孤厨思鸣。 我趴在冷冰冰的地板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掉眼泪。 没一会儿,我听见我爹回来了,有下人跟他说,丑奴挨了打,正在二院里头躺着呢。 那时候,我对我爹还残存着一丝希望,心里喊着,爹,救救我吧,救救我。 可我爹没有来,他恩了一声,看也没看我一眼,就走了。 我终于明白,这世上是没有人可指望的。 我爹走后,我躺着血,瘫在地上,毫无尊严,直到三更十分,与我同住的嬷嬷才拿来一床薄贝,像卷起一堆破不一样,把我抱回去。 路上,他叹着气,说,丑奴,你说,你惹他干什么呢? 夫人不是以前的夫人了,他已经疯了。 我知道,自打我爹把我娘带回来,大夫人就疯了,可我没惹他,我什么也没做错。 我只是生错了肚子,投错了他,我恨我爹,恨他虚伪懦弱,我恨大夫人,恨他舌些心肠,我也恨薛金枝,恨他打我打得那样疼。 夜里,屋里的妈妈们都睡着了,我睁着眼睛,浑身火辣辣地生疼。 我想跑,想离开薛家,可爬到门口,又放弃了。 外面并不太平,瓶碎积锦,人相识,我跑出去,只会沦为砧板上的肉。 可我想,上天让我来到这个世界,绝不是为了让我轻易去死的。 我又回去了,我不要死,我得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还能走出一条生路来。 那次挨打之后,我学会了闭嘴,学会了逆来顺受,学会了讨好,在大夫人要打我的时候,主动把脸伸过去给他打。 在他打完之后,磕着头说,谢谢大夫人。 许是觉得太好欺负,反而没意思,又或许是因为那年年底,我爹落水死了,大夫人顾不上我,从此便很少再打我了。 十六岁那年,薛金之美人出长城。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薛金之美名在外,说没得今天一查,明天一查,踏破了门槛。 大夫人挑来挑去,始终不满意,铁了心要寻一个最好最好的女婿。 至于我的婚事,自然不会有人操心,我也不愿让谁替我做主。 因为我已经有了心上人,那便是南洋王府世子,沈宝兰。 世子年十九,生得俊美无比,艳贯精华。 可我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她好看,只是因为十五岁那年,我上街去给薛金之买胭脂,回去的路上,险些被受惊的麻踩她,是她救下了我。 她不嫌我一身脏污,不嫌我身份低微,用她的白玉雕琢一般的手,将我扶起。 她还赠我一支玉兰簪,亲手将我乱糟糟的发际簪好,叫我不要再哭了,快些回家。 从此以后,世子就成了我的心上人。 她才华横溢,心肠好,长得好,样样都好,就是有一样不好。 她出身高门,与我绝无可能。 我身份低微,得不到世子,连她赠的玉兰簪都保不住。 那日我一回去,就被代夫人发现了。 她抢过玉兰簪,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不敢提世子,只好撒谎说那是我捡来的。 代夫人二话不说,就将簪子收进袖中。 这样贵重的东西,说捡就能捡到。 若叫我查出来,你是从哪儿偷的,有你的好果子吃。 她就这样抢走了我的玉兰簪,再也没有归还。 我既恨起了她,但这对她不会有什么影响,毕竟我一直就恨着她。 夺去玉兰簪的这一点恨意,就像是往滔滔大河里添了一碗水一样,不值一提。 来给我磨磨吧。 午后,薛金枝叫我伺候她上课,她转过身,头也不回,知道我定会跟上。 家中为薛金枝请了女夫子,在水泄处教她作画。 今日画的是美人图,女夫子走后,薛金枝还在画。 她的手柔软娇嫩,精致的面孔浸在黄昏的光运里,有几分画中美人的韵味。 她很美,可我觉得我不比她差,我不觉得自己比任何人差。 我只是倒霉了一些,倘若给我一些气韵,我也能上青云。 薛金枝似乎发现我在看她,她抬起头,与我目光交错,我淡淡一开眼。 薛金枝也回过头去,谁也没有跟对方说一句话。 九岁那年,薛惠闭嘴的不只有我,还有她。 过了一会儿,大夫人身边的王妈妈过来了,她拿着竹条,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嘴里骂着, 好你个丑奴,薛惠偷奸耍滑了,叫你洗衣裳,你也不去,是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 今日根本就没人叫我洗衣裳,不必想,便知是王妈妈自己忘了,怕被大夫人训斥,找我背锅。 可我一句也没有辩解,薛辅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判是非的权利不在我手上,我越要变,就越要吃苦头。 我低下头,一声不吭,任由竹条子抽在我身上。 薛金枝默默地看着王妈妈打我,好一会儿,才平静地开口,语气轻描淡写,谁也不知道她心情是好还是不好。 她问,打完了吗? 什么?王妈妈不明所以,停了手。 薛金枝扫了一眼我满手的血痕,淡淡地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她做呢,王妈妈把她打成这样,谁给我做事? 她一向好脾气,眼风扫过,却让王妈妈的心肝也颤了颤,一时琢磨不明白她的心思,咽了咽口水,兴兴道, 哎哟,我老糊涂了,一时生气,忘了丑奴还在伺候您呢,大夫人那边还有许多活要做。 小姐,我就先告退了,她收起竹条,走时不忘嘱咐我,别忘了你的活,听见没有。 我沉默应下,又去给薛金枝磨磨,薛金枝没了兴致,扔下笔,起身走了,不化了。 我只好抱上她的东西,跟着她回房,别的丫鬟给薛金枝洗手,我在角落里默默地把她的笔墨收好。 送薛金枝回房后,我趁着天色不晚,去洗衣裳。 冬季枯水,府里井水要省着用,我便背着衣服去河边洗。 除了我,河边还有一些女人,她们认出了我,窃窃私语。 无非是说,我就是薛家那个寄生女,无非是孝,寄子生的,就该这样收拾。 我从小听到大,早就习惯了,只当是狗在叫,一声不吭地洗衣裳。 可是,河水真凉啊,不多时,我的双手便已经动到没有知觉了。 我埋着头,麻木地洗着,这件是薛金枝的,这件是戴夫人的, 她们的衣裳精美繁复,做一件。 得耗费几个月的工。 若非洗衣,我一辈子也碰不到这样好的衣裳。 我什么时候能穿上一件好衣裳呢? 我有时会想,我长得也不差,也该有件好衣裳相衬。 虚,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这事儿南洋王府瞒得可紧了, 也是我家那口子碰巧遇上才知道的。 我想得深的时候,近处有别家的妇人窃窃私语, 传到了我耳朵里来。 事关南洋王府,我手上活不停, 耳朵支得高高地去听,只听那妇人说。 听说那沈宝兰去了扬州一趟,夜夜寻花问柳, 为了跟人争抢一个冥记,被打得半死不活, 眼睛也瞎了,王爷快气疯了, 把他藏在北府的小破院里, 每日只送一回餐食, 由着他自生自灭呢。 哎呀,真有这种事。 想不到沈宝兰素日里瞧着是个正人君子, 竟会做这样的荒唐事。 要我说,就是这平日里看起来干净的, 才最不检点呢,金玉其表, 败许其中,说不定, 他不只是叫人打了, 还染了花柳病呢, 要不然王爷为何那样气愤? 字字句句落入我耳中, 犹如惊雷惯耳, 震得我浑身麻木。 柿子向来洁身自好, 欲一般的人, 怎么会寻花问柳, 与人争抢铭记呢? 我匆匆将所有衣裳过水, 敷衍地拍洗了一遍, 便装进贝篓, 离开河边, 南洋王府北府的位置。 我是知道的, 上回柿子就下我之后, 我便常常留心 关于南洋王府的消息, 不说北府的位置, 就连王府守门的婆子叫什么名字, 我都知道。 我避开人群, 寻到了北府。 那是王府旧时养牧寥的别院, 如今人去宅空, 破败不堪, 半扇大门斜斜地挂着, 不知何时就要掉下来。 我从那破口进入, 一扇扇门推开看, 才在后院的一间小屋里发现了狮子。 房间里没有窗, 又黑又闷, 珠网挂满凉, 浓浓地药味呛的人鼻子疼, 狮子躺在小榻上, 昏睡不醒, 他满脸的伤, 眼睛上缠着一圈白布, 一动不动, 唯有鼻尖偶尔冒出屡屡冷雾。 我红了眼, 蹲在小榻旁, 伸手去触碰他。 在这之前, 我从未设想过有一天能够接近他, 能远远地看一眼, 已是莫大的幸运, 更别说触碰。 可如今, 他就在我面前, 安静如鹰孩。 我的指尖碰到了他的脸, 手指一颤, 他的脸真凉啊, 天寒地冻的, 他一定冻坏了吧。 他身上还有那么重的伤, 这几日,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许氏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昏睡得中的狮子冻了一下, 抓住我的手, 索取温暖。 我犹豫片刻, 干脆脱去外衣, 钻进被窝抱住他, 用身子给他取暖。 突如其来的温热, 让他如鸡似渴, 他紧紧抱住我, 受削冰凉的双手掐在我腰间, 像要把我揉进身体里。 滚烫的异物抵在我大腿根上, 我浑身酥麻, 轻轻打了个叉, 顺势将头埋在他怀里, 听他渐渐平稳的心跳。 满愿寂静, 这一方天地只有我们。 我闭上眼, 睡了过去。 在醒来时, 天不知何时已黑透了, 门缝里透进来一缕月光, 洒下一室冷霜。 我抬头望着柿子, 他的脸真好看, 肌肤盛雪, 眉目清朗, 即便错落这几条伤疤, 也不能减损丝毫。 可他的眼睛, 那曾是一双多么清雅金贵的眼睛啊, 怎么会坏了呢? 我又红了眼眶, 心疼地伸手去触碰。 柿子也醒了, 气息虚弱, 问我, 你是谁? 我经了经, 小声道, 我是王府的丫鬟。 他的头微微动了动, 像是看向虚无处,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沉默片刻, 才发现自己竟连一个拿得出手的名字也没有。 想了许久, 我说, 我叫怀玉。 我撒了谎, 我从不觉得自己比谁差, 可在他面前, 我不想做薛家的丑奴。 柿子有些疑惑, 怀玉。 我从未听说过, 王府有个叫怀玉的丫鬟。 我身份低微, 柿子没有听说过, 也是正常的。 是吗? 他吃力地, 半撑起身子, 伸手摸我的脸, 我紧着礼衣, 单薄如指, 在夜的冷风中微微颤抖。 谁派你来的? 他忽然发问。 我不明白, 他为何问出这样的话, 只是急切地望着他, 努力自证。 没人派我来, 是我自己听见别人说, 柿子病了, 自己想来照顾柿子。 他眉头动了动, 哦, 外面是怎么说的? 我犹豫着, 声音越来越小, 外面说, 柿子在扬州寻花问柳, 为了与人争抢铭记, 被人打伤, 还说, 还说你染了花柳病。 我有些后悔, 不该说这些的, 柿子听到, 该多难过呀。 可我抬眸看他, 却发现他神色平静, 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柿子, 他回过神, 转向我, 忽而笑了笑, 那笑意中, 带着几分戏谑, 你既然都听说了, 怎么还敢来照顾我? 不嫌脏? 那就我与马蹄之下的天之骄子, 怎么会脏呢? 我不明白, 他为何要用这样的字眼来自伤? 我心中难过, 眼眶又红了, 外面的传言, 我一句也不信, 柿子在我心中, 冰清玉洁, 是这世上最干净的一处。 他正了正, 似乎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 脸了笑。 你可知, 我如今已经被王府扫地出门, 一无所有, 你跟了我, 什么也得不到。 我并无所求, 世子无论是王府世子, 还是街头企儿, 与我而言都没有分别, 我只想照顾你, 等你好了, 便自行离开, 绝不纠缠。 他哑口无言, 半赏, 轻轻叹息, 你何必呢? 我心甘情愿, 他不会知道, 他曾经救过我的命。 回到薛府时, 天已经快亮了, 薛府后门已开, 买菜的婆子跨着竹篮出去, 看见我, 只当我洗了一叶衣裳, 没有起疑心。 我就这样回去了, 来来往往走过去许多人, 没有一个人搭理我, 可他们不会知道, 就是这样默默无闻, 软弱可欺的丑奴, 刚刚干了一件 多么离经叛道的事。 这一日, 心里始终念着柿子, 揉面时, 仿佛能在面团上 看见他的眉, 他的眼。 心里总是担忧, 怕他冷, 怕他孤单。 我压下心头的杂念, 想要专心做事, 再也不要想他。 可眼睛却总忍不住 朝北府看, 浑忍不住往北府飘, 抓心挠干。 天黑后, 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折磨, 趁着所有人熟睡, 再一次溜了出去。 我推开门时, 柿子正在梦眼。 他呼吸急促, 眉头紧锁, 像是被什么桎梏, 浑身发着抖, 十分痛苦。 柿子, 我抓住他的手, 想要叫醒他, 却被他一手掐住脖梗, 暗倒在床上。 什么人, 柿子额头青筋抱起, 像是被伤害的动物, 惊恐又凶恶。 我几乎无法呼吸, 眼角留下生理性的泪水, 两只手抓住他的手, 拼命挤出几个字, 柿子, 我是怀育。 怀育。 他正了正, 终于想起来我是谁。 呼吸平静下来, 呼得瘫软在我身上。 是你呀, 他轻轻叹息, 是我。 我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会连做梦都这样惊恐。 我轻轻动了动, 想要抽出身子, 把被子给他盖好。 他却抱住我, 声音很轻, 疲惫得不成样子, 别走。 再陪我一会儿。 我不走, 柿子, 我今晚都不走了, 我只是想给你盖上被子, 你身上好凉。 他还是呢喃, 不要走, 似乎还没有完全从梦中醒来。 我只好伸手, 努力把被子拉上来, 付住他的被。 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缓过来了, 抱着我道歉, 对不起, 刚刚吓到你了。 没关系的狮子, 你只是做了一个不好的梦。 你有没受伤? 没有, 我没事, 那便好。 他放下心来, 又轻声痴笑, 我如今沦落成这副样子, 众叛亲离, 唯一来看我的, 竟只有一个我从未留意过的丫鬟。 我埋在他胸口, 声音很低很低, 不是从未留意过, 你不知道, 你曾经救过我。 柿子也许听见了, 也许没听见, 头埋在我颈尖, 梦意一般, 是不是等天一亮, 你又要走。 那你每天都会来看我吗? 会的, 我顿了顿, 等柿子好了, 我就不来了。 他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抱着我的手紧了紧, 别走。 我一时无言, 我想, 他说这种话, 只是脆弱时想找个依靠罢了。 等他好了, 就会发现, 一个丫鬟有什么好的。 我有这种自知之明, 但还是顺着他的话, 答应他, 好, 我不走。 我每天都会溜出去见狮子, 和他在小破屋相守, 给他送饭, 为他上药, 帮他暖床。 他不问我, 为何总是半夜出现, 也不会问我去了哪里, 白日里都做了什么。 有一天我问他,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白天不来? 他敏纯笑, 完全地信任着我。 我不问, 你愿意告诉我的时候, 自然会说的。 瞧, 柿子总是这样, 随口一句话, 便能撩拨人心。 我总是偷偷地想, 时间过得再慢一些就好了, 让我拥有柿子的时间 再长一些就好了。 可是, 去散中有时, 我偷来的拥有柿子的时光 终究有结束的一天。 那日, 我又去了北府, 看见门外停着王府的马车, 院里灯火通明, 人生嘈杂。 我知道, 是王府的人来接柿子了。 他是王府独子, 王爷不会真的不要他, 他回了王府, 仍旧是柿子, 而我呢? 我的身份永远也不会变, 王爷本就因为他侠迹大发雷霆, 若发现我的存在, 若知道我娘是扬州寿马, 又岂能容我? 王府的门眉太高, 不是我能攀附得上的, 柿子的前途, 也不是我能沾染的, 我若不知进退, 王府有一千种手段让我消失。 我没有再往前, 默默回家了。 第二天, 我如常去薛金枝的房间打扫, 发现他坐在窗边, 望着枝头蹦来蹦去的麻雀, 神色惆怅。 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 也没有问, 只是猜想, 莫非是大夫人已经给他敲定了婚事, 他不满意。 我无从得知, 这些日子, 我一颗心都放在柿子身上, 家中发生了什么, 我一点也不知道, 打扫结束, 便退了出去。 出门后, 看见平日里伺候薛金枝梳头的丫鬟, 正躲在西尔房后面, 一抽一抽地哭。 我抱着扫帚走过去, 问他, 黄春姐姐, 你怎么了? 黄春抬起头, 泪汪汪地看着我, 嘴一撇, 哭得更委屈了, 声音却小小的, 不敢让人听见, 小姐被选入宫了, 大夫人让我陪小姐入宫, 可我已经和小五哥哥定下婚事, 明年就要成亲, 入了宫, 恐怕要做一辈子的老姑娘, 再也出不来了。 当今皇上, 与我爹同岁, 薛金枝青春年少, 却要去伺候一个糟老头子, 难怪他那样忧郁。 那你为何不向大夫人求情呢? 黄春摇了摇头, 我伺候小姐十年, 是最熟悉小姐的人, 大夫人不会同意的, 更何况, 府上姐妹哪个没有牵挂, 哪个会愿意替我去呢? 她捂着嘴巴, 哭得伤心, 可我心里头, 却萌生了一个想法, 入了宫, 虽一辈子出不来, 但吃穿不愁, 也不会被人随意欺辱。 而留在薛家, 不知道哪天便会被大夫人配极小丝, 生一堆小奴才, 蹉跎一生。 对黄春而言, 入宫是万丈深渊, 对我而言, 却是个机会。 反正, 世子很快就要回王府, 再也不需要我去照顾他了。 沉默了一会儿, 我攥住黄春的手, 道, 我替你去。 薛金枝入宫的前一日, 我给黄春涂了生山药, 午后, 他浑身开始长疹子, 皮肤又红又肿。 大夫人急得直骂人, 说黄春成了这个样子, 怕是不能入宫了, 谁替他去啊。 几个丫鬟支支吾吾, 无一人敢回应, 大夫人指着他们直骂。 我见时机成熟, 在这时走出人群, 跪在大夫人面前, 道, 我愿意替黄春姐姐入宫。 院里安静地落针可闻, 大夫人愣了愣, 你。 是。 大夫人上下打量我一圈, 惊讶道, 别人都哭着闹着不愿去, 你倒主动要去。 我垂眸, 不紧不慢道, 小姐待我不薄, 我愿意一辈子跟随小姐。 我说这话的时候, 薛金芝也在一旁, 大夫人神色不明, 她有些紧张, 犹豫片刻, 还是说道, 母亲, 黄春落病, 其他丫鬟又都是不中用的, 丑奴自幼伺候女儿。 最了解女儿的习惯, 为金芝计, 也只能如此了。 大夫人原不打算让我去, 可眼下, 她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听见薛金芝那样说, 只能点了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说吧, 闲雾地看了我一眼, 道, 给她弄身像样的衣裳, 破破烂烂地, 别丢了薛家的脸。 说吧, 便甩袖而去。 薛金芝见她走远, 难得有些激动, 道, 母亲原本不打算让你陪我的, 我也不敢提, 可巧黄春静定了, 真是天意。 有人经过, 她又变了脸, 冷冷道, 跟我入宫, 是你的福气, 你今后可要刻尽职守, 好好听我的话。 我知道她这是干什么, 不过是怕大夫人发现她 对我和颜悦色, 又要骂她。 我没心思听她说话, 只是想着柿子, 我想再见她最后一面。 夜里, 我又去了北府, 那天晚上, 柿子并没有跟王府的人走, 今晚, 王府的人又来了, 连王爷都亲自来接她, 她还是没跟他们走。 我在外面等了很久, 等人都散了, 我才进去。 柿子不在小屋, 在书房。 书房满地狼藉, 是争吵过的痕迹。 我进去的时候, 看到她坐在太师椅上, 神色沉郁。 她认出了我的脚步声, 空洞的眼睛朝我望过来, 怀孕。 我说, 是我。 我走到她跟前, 看了看满地的书, 问她, 你怎么不跟他们回去? 她说, 不回。 她反手握住我的手腕, 将我扯进怀里, 抱在腿上, 轻声细语的, 我就在这儿待着, 跟你成亲, 跟你过日子。 胡说八道, 没胡说, 她埋在我颈尖, 蹭, 这样不好吗? 真叫人心动呀, 可我知道, 她会回王府的。 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王爷说, 王妃很想念她, 都病倒了。 世子虽与王爷不和, 却是人孝之人, 不可能不管王妃。 我都知道, 可我还是说, 好, 世子抬眸, 望着虚无处, 带着些温和的笑意, 那你今晚别走, 明日, 我带你去见王妃, 好不好? 我心中泛起一丝涟漪, 我听得出来, 她是认真的, 可她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 她若知道, 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王妃若知道, 她要娶我这样的女子, 只怕要寻死觅活了。 不过, 我还是敏唇笑, 还是说, 好, 好, 你可是答应了的, 世子抱紧我, 生怕我跑了。 我在她怀里笑, 憧憬地问她, 世子, 王爷王妃会喜欢我吗? 她顿了顿, 抱得更紧了些, 会的, 一定会的, 那就是不会, 其实她也知道, 带一个丫鬟回去, 要面对的是多大的阻力。 没关系, 我本就没打算跟她回王府, 这些日子, 我曾短暂地拥有过她。 已经没有遗憾了, 半夜, 世子睡得很沉, 我在她的茶里, 放了微量的曼陀罗, 短时间内, 她醒不来的。 我轻手轻脚地起身, 就着月光, 最后再看了看她, 将她的眉眼, 她的唇, 烙成花, 记在心头。 此生恐怕再无缘分, 将来梦中相见, 也算重逢。 我推开门, 溜走了, 一次也没有回头。 她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 留在她的记忆里的, 只会是一个普通的小姑娘, 一个纯净的符号。 对我来说, 这就够了。 大夫人给我弄了一身半心的衣裳, 那是别人穿就了不要的, 虽不合身, 但还算看得过去。 我就这样, 跟着薛金枝被送进了皇宫, 宫墙真高啊。 从前, 我只是远远地看过一眼, 真走到了红墙底下, 才发觉她那样高, 那样厚, 一座山似的不怒自威, 俯瞰着我。 我初次进宫, 看什么都新鲜, 皮肤比女人还白嫩的太监, 打扮娇艳的宫女, 还有房顶上金光灿灿的瑞瘦。 我爹年轻时, 曾是皇上的幕僚, 跟着他一起打过江山, 又英年不禄, 因此, 皇上对薛金枝尤其后代, 一入宫就封了美人, 与另一位才人同住七霞宫。 来接我们的宫女叫林郎, 十分客气周到, 即便是对我, 也换一生姐姐。 她接过我的包袱, 问我, 姐姐叫什么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 看了看薛金枝, 说, 我叫怀育。 薛金枝一正, 有些惊讶, 她看看我, 又一开眼, 不想让我发现, 只是嘴角微微上扬, 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说, 嗯, 她叫怀育。 林郎点点头, 那我以后叫你玉姐姐。 玉姐姐, 多好听呀, 再也不会有人叫我丑奴了。 我环顾金碧辉煌的皇宫, 心里头像是有一堵墙被推倒了, 开阔又通透。 到七霞宫后, 林郎带我去了我将来要住的房间, 又来给我两尺寸, 说要做衣裳。 我好奇地问她, 宫里还会给我做衣裳? 那当然, 宫里每年赏四身衣裳呢。 我以前都是剪别人不要的衣裳, 这还是头一次能有自己的。 我低头看着林郎的衣服, 料子很好, 样式也美, 我想宫里可真好啊。 可宫廷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美好, 她的龌龊只裹在唐衣之下, 东西还没整理完, 七霞宫就来了两位嫔妃。 他们热络地拉着薛金枝的手, 亲如姐妹, 一个要送她一个机灵的宫女, 另一个也要送。 可按宫规, 每人宫里只能有三个宫女, 皇后已经给了一个, 加上我, 再加上他们给的两个, 四个宫女, 那就剑阅了。 一个妃子笑咪咪地说, 这个好办。 她指了指我, 这丫头双手粗糙, 我看不是个能伺候人的。 就把她打发出去, 做些粗活吧。 他们就这样笑里藏刀地, 把薛金枝架空了, 还安插了自己的人进来。 薛金枝再单纯, 也回过味儿来了, 她急了, 蹭地站起来, 要拒绝。 可我看出来了, 这两个妃子都不是省油的灯, 薛金枝得罪了他们, 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退一万步说, 他们就算动不了薛金枝, 可要让我消失, 却是轻而易举。 我可不想哪日在路上走着走着, 就突然没了命。 所以, 我在薛金枝开口之前, 普通跪下来, 谢过两位妃嫔。 薛金枝正正地看着我, 她渐渐冷静下来, 也明白她出来乍到, 除了一个美人的头衔, 什么也没有, 目前的局面不是她能抗争的。 她低下头, 扯出个难看的笑, 收下了那两个宫女。 我背着我的小包袱, 离开七下宫。 薛金枝眼珠子跟着我的动作走, 她也许想跟我说些什么, 又说不出口, 搅着手指, 一言不发。 我与她之间隔着一座山, 那山矮, 一眼望进彼此心里, 那山高, 谁也跃不过去。 半天, 薛金枝憋出来一句, 你放心, 我会接你回来的。 我说, 嗯, 她又从床上拿出来一个包裹, 你拿着。 我打开看, 那里面有一些银子, 还有被银子买起来的, 一只玉兰簪。 来安顿我的, 是个太监, 叫赫生。 是御前总管太监的义子, 他走在一群人前头, 年轻俊美, 不像别的太监那样透着一股阴柔, 倒像个读书人。 我后来才听人说, 他原出身书香世家, 这皇宫还是他祖父都造的, 只是十三岁那年, 因父亲落罪, 才被连累, 送入宫中静身为奴。 赫生接过我的包袱, 道, 怀育姑娘, 请随我来。 我问他, 我们要去哪里? 上宫局, 他闷唇笑, 唇边泛起一个浅浅的酒窝, 像一汪炼宴春水, 姑娘是薛贵人宫礼的, 照理说该照服一些, 只是眼下各司都不缺人手, 只能去司善芳做些杂活, 委屈姑娘了。 我知道这都是客气话, 可有人愿意对我客气, 我也很受用。 赫生将我交给司善芳的点善姚姑姑, 与她交代了几句, 便自忙去了。 司善芳分为外房和内房, 外房负责致善送善, 有时还要伺候各宫的主子, 露脸多, 赏钱多, 就是得机灵, 绝不能出一点披露, 一招行差踏错, 轻则罚凤, 重则杀头。 内方则简单许多, 只管制备食材, 做一些宫女太监的膳食, 几乎不与外人接触, 清静没争端, 是份能保一辈子安宁的好差事。 我没想到我这个被赶出来的, 还能有选择。 既然有的选, 那我便要去外方, 留在内方, 一辈子清静安宁, 却也意味着一辈子出不了头。 一辈子做奴才, 我做够了奴才, 不想再过任谁都能踩一脚的日子, 不想再被人指着鼻子呼来喝去。 薛金枝靠着出身, 前途无量, 我却不能指望他接我回去, 我自幼便明白一个道理, 这世上是没有人是可以指望的, 指望别人只会失望。 我得靠我自己, 哪怕是做苦差事, 也要想法子活出头。 去寝房安顿时, 另两个新来的宫女在争床铺, 她们也是别的秀女屋里, 被赶出来的倒霉蛋, 都有些傲气在身上, 谁也不肯睡门边。 我走过去, 把包袱放在她们都不肯睡的床上, 对姚姑姑笑道, 我睡这里, 姑姑夜里若有什么吩咐, 我也能及时起身。 姚姑姑笑起来, 我能有什么吩咐? 她眼神落在我身上, 我就知道她在心里头姑娘我, 姑娘我是不是个听话的, 懂事的, 扶她管教的, 能不能为她所用? 我也在估量她, 作为点善, 她的一句话, 能决定我的前程, 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无人处, 我将薛金枝给我的那一包银子 交给了她。 姑姑, 我出来乍到, 许多事不懂, 还请姑姑多提点, 这是我自己烙的饼, 一点心意, 不登大雅之堂, 姑姑莫嫌弃。 这些银子对于一个点善来说, 可不少, 她颠了颠, 满意地笑起来, 既然是心意, 姑姑我就收下了, 不过, 你这柄忒硬。 不成气后, 今后, 你便跟着我好好学吧, 这便是要我了。 我垂手谢过, 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夜里, 所有人都睡熟以后, 我从怀里掏出那枚玉兰簪, 静静端下。 薛金枝给我这枚玉兰簪时, 一定期望, 我能跟她说些什么, 可我能跟她说什么呢? 我的前半生, 都是在薛家人的怨恨中度过的, 我也恨薛金枝, 我恨她, 就像恨大夫人手中的鞭子一样。 我知道, 鞭子若无人操纵, 是不会抽到我身上的。 我也知道, 薛金枝对我有愧, 一直在想法子弥补, 可我没法亲近她, 因为她姓薛, 因为她是代夫人的孩子, 因为鞭子的的确确曾抽在我身上, 我没有那么大度。 外面起了风, 透过窗户的破洞钻进来, 洞得人直打颤, 我抱紧被子, 有点想柿子, 她在做什么呢? 或许已经回王府了吧, 她会找我吗? 如果她发现, 王府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叫怀育的丫鬟, 会不会怨我骗了她呢? 怨就怨吧, 起码, 还能让她念着我。 我做了姚姑姑的小徒弟, 有时候, 会被她带去各宫伺候主子们, 这份差事并不轻松。 后宫就像一个小朝廷, 女人们也有女人们的政治, 这儿处处是陷阱, 人人都长着八百个心眼。 妃子们虽不像前朝的男人们那样, 有广阔天地可施展, 却也在唇舌之间开辟出一方战场, 三言两语, 能救人于水火, 也能杀人于无形, 而赢家的奖励, 就是帝王指凤奸漏下来的一丁点权力和自由。 后妃之间明争暗斗, 下人们也不遑多让, 姚姑姑最常告诫我的一句话, 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他一定吃过很多亏, 才会给我这样的忠告, 所以我处处提防, 不敢叫人抓到错处。 不过, 宫里除了勾心豆角, 也有烟火日常, 每逢节气, 等主子们都歇了, 宫女太监们便会偷偷开个小灶, 一屋子人坐在一起煮锅子吃。 我们四善方伙食最好, 一说要开小灶, 消息也不知道怎么就传出去了, 人人都要来蹭吃, 懂事地自己带菜入火, 脸皮厚地, 穿双筷子就来了。 这一次煮锅子时, 贺生也来了, 他不知哪里的本事, 弄来了一斤腌露肉, 说要入火, 香的大火全围着他打转。 姚姑姑言于他, 贺中官, 您有这好东西, 哪犯得着跟我们入火? 这鹿肉给我们可就糟蹋了。 贺生只是笑, 就图个热闹, 人多才不算糟蹋。 他抬脚朝我走过来, 步履从容, 宽大的袍子随着步伐摆动, 带过来一阵微微的凉风。 我放下筷子要站起来, 贺生伸手, 指尖按了按我的肩, 他抿唇, 眼睛里带着笑, 不必拘束。 我只好坐下来, 垂手问好, 贺中官好。 玉姑娘, 贺生微微轻深, 离我不近不远, 分寸刚好, 声音不大也不小, 只有我能听见。 他说, 薛美人托在下传话, 问姑娘安。 我压一片刻, 低声道了句, 多谢。 贺生轻轻点了点头, 什么也没再多说, 往太监们那边去了。 我端着碗, 一时失神。 我已经一个月 没有见到薛金芝了, 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转念想想, 他能托人带话问候我, 大概也不会太差。 见我半天没动, 姚姑姑加了一块鹿肉给我, 傻丫头, 快吃快吃, 再发呆, 肉都没了。 我回过神, 连忙兴致勃勃地 抢起肉来。 我们在司膳方 吃锅子的时候, 皇上照姓了薛金芝, 这件事, 我是第二日清早 才知道的。 姚姑姑命我准备四份早膳, 说是皇上赏赐被赵兴的后妃, 要格外做精细些。 可为什么要做四份? 我问。 姚姑姑正了正, 低头做事, 什么也没说。 我呼地反应过来了, 这一次, 和薛金芝一同被选入宫的新人, 恰好就是四个。 为什么做四份? 自然是因为, 皇上昨夜照姓了四人。 我头皮发麻, 不敢相信, 我幼时便听说过 当今皇上打天下的故事, 何等英明神武, 没想到江山才守了十七年, 她便已经失了锐气, 娇奢淫逸, 终日沉迷酒色。 如今竟做出照 四女同事这样的荒唐事来。 怀孕,薛美人那一份, 你跟着我一道送去吧。 我明白姚姑姑这是照顾我, 给我机会去看薛金芝, 可我就算去看她, 又有什么用处呢? 犹豫片刻, 我点了点头, 还是去了。 到七霞宫时, 送薛金芝回来的凤鸾恩车 正要返程, 我看着几个太监 抬着空车走过, 心里反感, 这算什么恩宠? 老皇帝是会恶心人的。 薛金芝自幼骄养, 心高气傲, 昨夜经历了那样的耻辱, 不知道她如何承受得住。 我将石盒交给姚姑姑后, 便立在门外等候。 薛金芝身着寝衣, 长发披散在尖头, 神色苍白, 双目无神, 在琳琅的搀扶下, 坐到小桌旁。 她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所以也就没有看见我。 姚姑姑将几叠小菜摆出来, 垂手道, 薛美人, 这是皇上赏赐的早膳, 请薛美人慢用。 有劳了。 薛金芝精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却不得不强撑着, 维持一功之主的端庄风范。 姚姑姑回头看了我一眼, 或许是想问我有没有话说, 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垂下头, 回避了她的眼神。 姚姑姑只好施礼告退, 美人若没有别的吩咐, 奴婢就先告退了。 薛金勉强应了一声, 行尸走肉斑拿起筷子, 却没有伸向任何一道菜。 我转身, 想跟姚姑姑走。 却听到琳琅催促薛金芝用膳, 娘娘, 快用膳吧, 这可是皇上欣赏的, 您再怎么着, 也得吃一口吧。 琳琅是皇后的人, 自然不会对薛金芝真心, 言辞间说是催促, 更像是隐隐的威胁。 我的脚终究没卖出去, 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我会可怜薛金芝, 在过去的许多年, 我一直觉得, 命运是偏心薛金芝的, 它有尊贵, 有体面, 有爹娘的庇护, 而我什么也没有。 可现在, 它颤抖着, 孤立无援, 像一只被鲍鱼打湿的雏鸟, 我才发现, 原来命运并不总会偏向某人, 它只会在不同的时间, 平等地向每一个人挥边。 我轻轻叹息, 转回去, 望着薛金芝浅浅一败, 薛美人。 房间里, 传来筷子落在地上的声音, 薛金芝抬起头, 它看见了我, 破碎的眼睛里亮起一束光, 怀孕。 它末地站起身, 高兴我能去看它, 却又因为自己此时的狼狈和委屈, 突然崩溃, 强撑着维持了许久的体面, 在一瞬间崩塌, 眼泪如洪水一般滚滚而来。 我微微弯唇, 问它, 每人一切都好吗? 这是客套话, 即便知道它不怎么好, 但这客套却是必要的。 薛金芝紧紧紧咬着唇, 控制情绪, 点了点头, 嗯, 奴婢一切也好, 每人不要挂念, 我抬眸望着它, 平静而客气, 请每人保重身体。 不要伤怀劳累, 每人好了, 奴婢才能好。 薛金芝泪如雨下, 它望着我, 踢命点头, 从猴头艰难挤出几个字, 我知道, 我知道, 您今日的早善, 是皇上欣赏的, 皇上看重您, 特意交代私善方, 要格外做精细些, 所以奴婢花了好多心思, 才做出这一份, 您不妨尝一尝和不合口味。 你做得, 他有些惊讶, 手忙脚乱地坐下去, 拿起勺子, 端过一碗蛋羹往嘴里塞, 眼睛在流泪, 脸上却堆着笑, 做得很好, 特别好。 那太好了, 每人喜欢, 私善方也能向皇上交差了, 每人请慢用, 奴婢就先退下了。 我再次垂手浅拜, 这才跟着姚姑姑去了。 我走后, 薛金芝吃完了那一桌早膳, 后来他病了一场, 半个月后就好了, 有人在御花园遇见了他, 说他挽着皇上的手, 温柔乖顺, 皇上对他十分宠爱。 从前那个大小姐薛金芝 已经退去娇气的壳子, 重新生长, 懂得顺势而为, 也懂得放下身段, 讨人欢心了。 薛金芝在宫里站稳了脚跟, 我在私善方两个月, 被姚姑姑带着, 见了不少人, 也慢慢悟出了在后宫生存的门道。 后宫不像薛府, 有点本事就能得到重用, 这儿藏龙卧虎, 从不缺有本事的人, 缺的是能让人舒心的人。 你不能太聪明, 也不能太蠢。 太蠢, 便不堪重任, 太聪明, 便不好拿捏, 惹人忌惮。 你最好有点聪明, 却又不能比上位者聪明。 你最好机灵懂事, 能为他们分忧, 又能常常闹点恰当的笑话, 来逗他们开心。 我靠着扮猪吃老虎, 和一张会哄人开心的嘴, 没多久, 就被上宫赏识, 提拔为掌善。 我不再是跟在姚姑姑身后的小徒弟, 而是作为四掌善之一, 在四善方拥有了一点点话语权。 姚姑姑很为我高兴, 也骄傲自己带出来了一个好徒弟。 她说, 我比她运气好, 又这样年轻, 以后一定能比她走得更远。 起初我也高兴了几天, 可慢慢地, 热情退去了, 我开始觉得没意思。 做了掌善又如何? 不还是养人鼻息, 被人压一头的奴才吗? 做奴才有什么意思? 那一日, 我站在城雀上, 俯瞰整个皇宫, 思来想去, 惊讶地发现, 似乎不管爬多高, 都是奴才。 例如私善, 上面有上公压着, 上公呢, 又被妃嫔们压着, 若运气好, 做了嫔妃, 又得被皇后压着。 即便是皇后, 也还是要看皇上的脸色, 朝不保夕, 哪一天她不高兴了, 想废掉皇后, 也就废掉了, 这样算起来, 皇后也是皇上的奴才, 也没意思。 算来算去, 便只有皇上, 才不算奴才了。 我看着万代宫的方向, 越想越着迷, 是了, 只有皇上才不算奴才, 只有坐上那个位置, 才算有意思。 可惜, 我只是个小宫女, 也就想想罢了。 我从幻想中清醒, 又回到重复的, 无聊的宫女日常中去了。 不知不觉间, 我入宫已有四个月, 或许是太过顺风顺水, 老天惊觉已经很久, 没有戏弄我这个倒霉蛋了, 突然决定跟我开个玩笑。 冬去春来, 天气骤变, 贵妃染了风寒, 食欲不佳, 我做了一碗豆汤饭命人送去, 贵妃用后, 称赞连连, 指明要见我。 贵妃姓郑, 与皇上青梅竹马, 虽年老色衰, 却依旧得宠, 我去的时候, 正遇上贺声前来送皇上 给贵妃的赏赐。 那拳头大的夜明珠, 贵妃也只是看了一眼, 便丢到了一旁, 可见平日里好东西 见得多了, 压根不稀罕。 她朝我招招手, 你过来, 让本宫好好瞧一瞧。 我乖巧地跪在她脚边, 抬头望着她, 她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 但风韵犹存, 一双杏眼婉转多情, 不难想, 她年轻时应当也是个美人。 贵妃看着我的脸, 眼中闪过一丝亚异, 居高临下地打量着, 挑了挑眉, 没想到, 宫女之中还有这等人物, 你叫什么名字? 我心一致, 回她, 奴婢叫怀育。 嗯, 名字不错, 贵妃淡淡的, 有点不高兴了, 白白手叫来贴身宫女, 打发她一百两银子, 送她回去吧。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高兴, 宫中年老色衰的妃子, 面对更年轻的容貌, 总是会触景生悲的。 我拾去的谢恩, 领了赏赐赶紧走, 免得惹她不快, 还未出门, 却听见门外传来 御前太监奸细的声音, 皇上驾道, 入宫四个月, 这还是我第一次碰见皇上, 没想到第一次见是在这儿。 我急忙放下赏赐, 贵福在地上, 不敢抬头。 那道明皇的身影, 就这样走进来, 将贵妃拥在怀中, 旁若无人的亲热。 亲够了, 她才发现地上跪了一个宫女。 这是谁? 贵妃娇滴滴道, 皇上, 这便是那位私善方的小掌善。 哦, 就是你治好了朕的贵妃。 抬起头来, 让朕看看。 头顶的声音淡淡的, 却充满压迫感, 我手心冒汗, 缓缓抬起了头。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巡的脸, 惊讶的是, 她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得多, 虽然与我爹同岁, 却因保养得大, 并不显老, 甚至还保留着几分年轻时的鹦鹉风流。 只可惜纵欲过度, 眼底无倾, 已有亏虚之计。 叫什么名字? 她问, 我平静答道, 回皇上的话, 奴婢叫怀育。 怀育, 她眯了眯眼睛, 伸手捏住我的下巴, 随意而轻挑, 像把玩一个小物件, 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不傻。 我明白一个男人那样看着一个女人, 意味着什么?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紧张起来, 连带着胃也有些疼, 隐约感觉要发生不好的事。 这时候, 贵妃走了过来, 酸溜溜地问她, 皇上也觉得这丫头很漂亮, 是吗? 爱妃吃醋了? 李循松开我, 捏了捏贵妃的下巴, 哄道, 不过是个姿色平平的宫女罢了, 不及爱妃万分之一。 贵妃娇称, 皇上就会哄臣妾开心, 说着, 她眼封从我脸上扫过, 我呼绝头皮发麻。 果然, 贵妃娇娇地拉住李循的手, 道, 这孩子的确年轻漂亮, 臣妾看着也怪, 喜欢也到婚配的年纪了吧。 孤零零的, 未免可怜, 不如今日便由臣妾做主, 给她搭个姻缘如何。 李循愣了愣, 爱妃要给她指婚。 怎么了? 皇上舍不得。 朕有什么舍不得的? 爱妃说吧, 要把她指给谁? 贵妃心满意足, 左右打量了一圈, 指着贺声道, 就贺中官吧, 郎才女貌, 多登队啊。 只给一个不能人事的燕人, 其中的侮辱意味, 不言自明。 我急忙磕头, 说自己粗鄙, 配不上贺中官, 求贵妃收回成命。 贺声也跪了下来, 她只是来送东西, 却不料被刺了婚, 实在惶恐。 可贵妃铁了心要羞辱我, 跟李循撒娇, 皇上, 您说呢? 李循有些可惜地看了看我, 点头道, 正看也很相配, 就依贵妃的吧。 他们就这样, 因为情人间念酸吃醋的游戏, 像给猫狗配种一样, 把我和贺声凑成了一对。 回丝善方的路上, 我有些恍惚, 身旁有人跟我说话, 我一点也听不见, 只看到她嘴巴在动, 发丝在风中轻颤。 我有点想哭, 又哭不出来, 我只是想, 要是没做那一碗豆汤饭就好了, 那样就不会被贵妃召见, 也不会有后面的事。 我被指婚给太监的事, 很快就传出去了, 路边不少人看到我之后, 无嘴偷笑。 我费尽心机, 才活出新的样子, 却依旧不被当人看。 现在, 我又成了一个笑话, 一个别人在茶余饭后, 用来取笑的丑奴。 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削腑, 我纵有通天的本事, 也逃不出这五指山。 有人追上来, 袍子在风中烈烈作响。 玉姑娘, 贺声在我跟前定住, 拱手行礼。 玉姑娘, 今日之事实在是误会,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求皇上收回成命的。 他神色认真, 似乎一定要给我个结果, 不等我开口, 便匆匆往返方向去了。 怎么可能呢? 贵妃铁了心要整我, 哪有那么容易收回成命? 我叹了口气, 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 我命中得不到个圆满, 入了宫, 也改变不了。 回私善房后不久, 贵妃的人来了, 他们盯着我收拾东西, 把我塞进了贺声的住所。 贺声住在监兰院北边, 一处独门的院落里, 他只占西北角的一间, 屋子很大, 也很空, 只有一张床, 一张桌, 几只凳子和一些杂物。 我坐在一角, 打亮着清清冷冷的屋子, 不敢相信这里静住着人。 门被关上了, 贵妃宫里那些人 在外面挂了红筹, 摆了一盘酒, 请路过的人吃, 叽叽喳喳吵闹了很久才走。 入夜, 贺声才回来, 他推开门, 带着一身湿冷的风, 有些愧疚地看着我, 没什么的, 我早料到了。 他想说什么, 又放弃了, 只是抬脚进屋, 拱手行礼道, 玉姑娘, 你放心, 这婚事做不得数, 我会再想办法的, 只是笔摄简陋, 在那之前, 只好委屈你先将就将就。 其实, 哪里还有什么办法, 所有人都知道 我被嫁给他了, 不作数也得作数。 他这样说, 只是为了让我知道, 我若不肯, 他绝不会抢求, 让我放心罢了。 贺声说完, 便从角落里 搬开一张就屏风, 将房间一分为二, 将几张凳子拼起来, 就当作他的床。 可这屋里, 只有一床被子。 我走到里面, 看了看那床薄被, 问他, 这被子你拿去吧。 他摇头道, 不必, 我平日里在前员工职业, 可比这冷多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 进去了。 贺声的被子很薄, 好在如今已入了春, 一床薄被已经够用了。 我蜷缩在被窝里, 有点良心不安。 贺声虽是一介换尘, 却有君子之仪。 其实今日止婚之事, 他并无过错, 他以礼待我, 我却这样高姿态, 实在不该。 越想, 我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今日, 我为嫁他而耻辱, 难道不是因为我下意识里 瞧不起他吗? 身躯残缺, 并非他所愿, 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凭什么瞧不起他呢? 我思来想去, 终究起了身, 从包袱里掏出一件棉衣, 抱了过去。 贺声躺在那凳子拼成的床上, 背对着我, 枕臂而眠。 贺中官, 我将棉衣递过去, 平静地笑笑, 夜里凉, 还是披荐衣裳吧。 贺声压一片刻, 接过去, 道, 多谢。 他垂眸看着我的棉衣, 耳垂净红透了。 一日清早, 我起来时, 贺声早已经不见了。 之后, 他也是如此, 尽量在我起床之前出门, 在我睡着之后才回来, 避免让我不自在。 有时候碰见了, 旁人起哄, 他会冷着脸喝纸, 然后刻刻气气地, 叫我一声玉姑娘。 他这样仔细周到, 倒叫我越发不好意思了, 夜里, 甚至想叫他到床上来睡, 反正他是个太监, 有什么打紧的。 不过, 我知道他绝对不肯, 因此也没有提。 只是过了几日, 我弄来了一床心被给他, 让他以后不必刻意避着我。 他抱着被子, 浅浅笑着, 温声道, 好。 说开之后, 他便不再避开我了, 回到家里, 会同我说两句话, 不多不少, 分寸刚好。 有时候回来, 还会带一件平日难见到的小玩意儿, 我若不在, 他便放在床头, 也不会刻意告诉我。 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我有时候会想, 若这辈子就这么跟了他, 倒也不错。 过了半个月, 一天清早, 我才到私善房不久, 贵妃宫里便有人前来传善, 指明要我送去。 我不知道贵妃又要干什么, 心里下意识地抗拒。 进了贵妃的寝宫, 我意外地发现, 他宫里的人对我竟还算客气, 看来这回叫我来, 不是为了教训我。 这倒越发让我摸不着头脑了。 我提着石盒, 被人引进了门。 贵妃靠在榻上, 悠悠地喝着茶, 也不说话, 等我放下东西, 才问我, 怀孕呀, 听说你这些日子都不大高兴, 可是在埋怨本宫, 还是为这事儿。 我摸不准他想听什么, 只低着头糊弄道, 奴婢不敢, 奴婢拙没有不高兴, 许是天生长着一张不高兴的脸, 叫人误会了。 贵妃端起茶, 浅浅戳了一口, 呸一声土掉茶叶子, 道, 你也不必糊弄我, 我知道, 你受委屈了, 不过, 你也别怪我, 谁叫你勾引皇上呢? 是不是, 我跟了皇上二十年, 什么尊贵, 体面, 在我眼里都是过眼云烟, 我只要皇上这个人, 旁人不管做什么, 我都不在乎, 可就是不能跟我抢皇上, 我低着头, 没有看他, 只是在心里暗暗地震惊, 旁人争宠, 争的是权利, 只有贵妃, 争得竟是李寻那老银虫的心。 贵妃放下茶杯, 道, 那日叫你来, 原是要赏你的, 却叫你受了委屈, 是本宫不对。 我倒吸一口凉气, 倒返天罡了, 贵妃向我认错。 我生怕又是一个局, 连忙跪下来, 这件事本就是奴婢不对, 娘娘说这样的话, 实在是折杀奴婢了, 奴婢也没有怨娘娘, 其实奴婢一直钟情于贺中官, 嫁给她, 奴婢求之不得, 还要多谢娘娘赐婚呢。 贵妃被我说得愣了一愣, 不满道, 乔把你给下的, 本宫又不是母老虎。 她瞪了我一眼, 本宫一向恩怨分明, 你做的菜本宫喜欢, 该赏, 那日把你执给太监, 是本宫不对, 本宫已经跟方上宫说了, 自今日起, 便提拔你做点膳, 当作补偿。 我抬头看了看她, 发现她神色认真, 不像是要戏弄人。 这算什么? 打一巴掌, 又给个甜枣。 只是, 我抬头看着她, 犹豫到, 可是, 私膳房已经有四位点膳。 这有什么? 踢掉一个就是了, 那个姓姚的, 资质平庸, 本就不堪重任, 从此以后便由你顶上去吧。 顶替姚姑姑。 我没想到, 她会弄这么一出。 忙到, 娘娘。 姚姑姑, 她在私膳房多年, 从未出过差错。 行了, 就这样吧。 再过一个月, 就是本宫生辰。 皇后过生辰时, 私膳房弄了好多新花样, 本宫也要, 还要比她的更好, 你可别叫本宫失望。 我还想再求她, 可她已经扭过头, 有些不耐烦了, 再多说, 只怕又要惹她生气。 我只能先退下, 从长计议。 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回的私膳房。 一进去, 果然看见姚姑姑抱着包袱, 搬出她原来的屋子。 她望着我, 欺然笑笑, 怀孕, 我没想到, 你竟爬得这么快, 更想不到, 你尚未第一件事, 是把我踹下去。 不是这样的, 姑姑。 我跑过去, 拉着她的手, 言辞恳切, 我对天启示, 我绝对没有想过要抢占您的位置。 今日贵妃下令, 我事先并不知情, 您是我入宫后唯一对我好的人, 我怎么会害您呢? 姑姑, 您信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您回来的。 我怕她不信, 又进屋掏出我所有的家当, 都塞进她怀里。 姚姑姑沉默半赏, 最终叹了口气, 其实我也知道, 这不是你的错。 她会握住我的手, 轻声说, 贵妃的脾气喜怒无常, 她如你, 又抬举你, 不知算计着什么, 你要小心些。 我明白, 姑姑, 我一定会把你接回来的。 不着急, 我正想好好休息一些时日, 巴不得去那方呢。 我知道她这样说, 是为了让我宽心, 我牵着她的手, 心中如有春风拂过。 刚进私善房时, 她或许只是因为那一袋银子 才提点我, 可日子久了, 她早忘了那一袋银子, 掏心掏肺地对我好, 把我当成自己的妹妹。 她教了我太多东西, 更给了我太多温情, 那是我前十六年, 从未得到过的东西, 于我而言, 她是老师, 亦是亲人。 可这一回, 她却阴差阳错地, 因我而受难。 我的心渐渐沉下来, 我站得还不够高, 远远不够, 我仍被人随意摆布着, 仍不能保护自己在意的人。 我得往上爬, 要去更高更高的地方, 终有一日, 谁也不能再摆布我。 为了贵妃的生辰, 私善房动了不少脑筋, 既要有花样, 有排场, 又不能得罪皇后, 翻来覆去商议了许多遍, 才敲定了一个折中的法子。 忙碌了一个月, 日子水一般溜走, 终于到了贵妃生辰这日。 私善房连着几个日夜备菜, 到了夜宴时, 个个都精神百倍, 生怕忙中出错。 我做了一道玉水开花的田时, 作为贺礼, 亲自送去席上。 到了门口, 却发现不对劲, 本应歌舞生平的寿宴, 此时安静地落针可闻, 奴才们个个低着头发抖, 席上宾客神色冷峻, 隐隐有几分剑拔弩张之感。 这分明, 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端着托盘, 进退围骨, 可把门的却又没有出声阻拦, 我别无他法, 只能硬着头皮进去。 一进门, 便始料未及地,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那人坐于席间, 眼上蒙着一条白绫, 容颜如玉, 气度翩翩。 他的脚边, 是一名宫女的尸体, 但他似乎并未察觉, 朝着李巡的方向, 但笑着。 微臣在扬州, 是做了些糊涂事, 不过, 陛下说的什么传言, 臣的确不曾听说。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愣在原地, 脑中一片空白。 他, 怎么会在这里啊? 主位上, 李巡冷声笑了笑, 目光转向我, 愣着做什么, 还不承上来。 我回过神, 平复心中惊骇, 忙将手中的甜食 承到了贵妃面前, 拿过一旁的茶壶, 将热水从菜品顶上浇了下去。 那堂座的薄鞘瞬间化开, 露出包裹于其中的牡丹。 我原本该助手的, 可我若出生, 沈宝兰便会认出我了。 犹豫片刻, 我还是决定不开口为好。 反正宴席上一片死气沉沉, 众人尽若寒蝉, 我就算不说话, 旁人也只会以为我吓坏了, 不会多想。 我打定了主意, 一个字也没说, 低着头, 转身欲退。 李循却叫住了我, 慢着, 没看见柿子的酒杯都空了吗? 还不给柿子添酒? 原本给沈宝兰添酒的宫女 已经被杀, 我恰好进来, 真是撞到刀口上了。 可李循下令, 又不得不从。 我别无他法, 朝沈宝兰走过去, 只觉得脚下如同灌了牵, 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难。 我自从入宫, 便早已把七情六欲都掐了, 决意要老死宫中, 从没想过还能再见到沈宝兰, 可今日他突然来了, 毫无征兆, 让我乱了方寸。 无数道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只能默默在他旁边跪下, 拿起一旁的酒壶, 替他针满, 递到他手中。 柿子, 请。 时间仿佛在这一瞬间停滞, 沈宝兰握住酒杯的手, 磨地一僵, 神色错愕。 他认出我了吗? 他会想什么呢? 那个骗了他的女人, 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却又突然出现在皇宫, 为他针酒, 他会不会以为, 我是李玄安排的戏作, 接近他, 只是为了试探。 我思绪纷乱, 垂下眸子, 不敢再看他。 很快, 他接过酒杯, 云淡风轻地向李玄谢恩, 仿佛刚才的错愕, 只是一个幻觉。 李玄背靠主位, 啼笑肉不笑地问沈宝兰, 爱卿, 你说, 那前朝公主的传言, 究竟是真是假? 沈宝兰敏唇笑道, 微臣不知。 微臣只知道, 如今李朝和清海燕, 万民归心, 哪怕真有个前朝公主,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万民归心, 朕看某些人, 却是包藏祸心, 意图勾结乱党, 取朕而代之呢。 陛下英明神武, 必歼三皇, 若真有谁敢造次, 便只有死路一条。 沈宝兰说话密不透风, 让李荀抓不到错处, 半晌, 李荀冷笑了一声, 你最好真是这么想的。 席间气氛一直紧绷着, 贵妃眼看松缓了些, 忙向李荀撒娇。 皇上, 听说教方司准备了许多 有意思的节目, 不如传他们进来热闹热闹。 李荀面色不悦, 逆了沈宝兰一眼, 终究放弃, 挥手道, 叫他们进来。 贵妃如获大赦, 盲对御前太监使了个眼色, 片刻, 沈宝兰脚边的尸体 便被拖了下去, 一群凌人鱼贯而入。 其他大臣也连忙趁机 向贵妃祝寿, 颤巍巍地说笑。 我见殿上热闹起来, 偷偷动了动脚, 想趁乱退出去。 沈宝兰却突然抓住了 我的手腕。 他面朝向我, 神色平淡, 唯有手指暗暗攥紧, 请问姑娘, 更衣室在何处? 我一颗心几乎要跳出胸膛, 却不敢被人察觉, 尽力掩饰, 用停静的语气回他, 更衣室在殿外不远的地方, 柿子出门右转。 他却不等我说完, 紧紧抓着我, 不急不徐道, 劳烦姑娘带个路。 如姑娘所见, 在下是个瞎子。 李循在这时候看了过来, 我怕被他发现什么端倪, 别无他法, 只能顺从地扶沈宝兰起来, 势子小心。 多谢。 他顺着我的力道起身, 脉不时, 踉呛了一下, 不慎带翻了桌上的酒杯。 可他早在几个月前, 便能正常行走了, 今日这一出, 大概是装给李循看的。 我扶着沈宝兰出去, 额头上直冒汗, 一路上, 他半句话都没说, 安静地让我害怕。 我只能期望他并没有认出我, 这世上声音相似之人多不胜数, 他怎么就能确定是我。 这样想着, 我心里放松了许多。 走到更衣室外时, 我想要放开他, 让他自己进去。 他却反手攥住了我, 将我拖进了房间。 势子, 我嘀呼。 沈宝兰冰凉的手, 捂住了我的嘴巴, 他将我抵在墙边, 整个人几乎笼罩了我。 恕我冒犯, 只是姑娘的声音 实在像极了一位故人, 我不得不问个清楚。 他轻轻松开手, 捶望我, 明知道他看不见, 可我还是慌得不敢与他对视。 我低声道, 恐怕要让世子失望了, 世上声音相似之人何其多, 奴婢并不是世子的故人。 是吗? 他没有要放我走的意思。 我那位故人, 食指鲜瘦, 指腹有一层薄茧, 小指骨节微凸。 你连手也与他一模一样, 这是否太巧了些? 我轻轻吸气, 语气平静, 手却已经慌得攥紧衣裙。 这有什么? 做奴才的, 谁不是长着这样一双手? 沈宝兰神色越发忧沉, 你叫什么名字? 无名之辈, 不值得让世子记住。 何时入宫的? 太久了, 不记得。 不管他问我什么, 我都不打, 长久的沉默, 低气压笼罩着我, 几乎让人无法呼吸。 沈宝兰扯唇笑了笑, 那笑里, 有愤怒, 还有嘲讽, 怀孕, 我是瞎子, 不是傻子。 奴婢, 不知道世子在说什么。 我心中祈求着, 别问了, 别再问了。 房门外, 传来了一个小太监的声音。 世子, 可需要奴才进来伺候。 沈宝兰猝眉, 不必。 那小太监却不肯走, 坚持道, 屋里太暗, 让奴才进来点盏灯吧。 跟一个瞎子, 说要进来点盏灯, 可见这人不进来, 是绝不会罢休了。 沈宝兰只好放了我, 推开房门。 我连忙跟着出去, 却看到了小太监旁边, 还站着喝声。 我松了口气, 压抑着不敢让人看出来, 双手交叠, 汉首道, 贺中关。 他用眼神回应了我, 毕恭毕敬地对沈宝兰说道, 世子, 这宫女是私善房的, 不会伺候人, 奴才给您换了个机灵的。 您有什么事, 吩咐他就是, 有外人在, 沈宝兰即便不愿, 也不能与我纠缠, 只清吸一口气, 敏唇笑, 也好。 那小太监闻言, 忙小跑过来, 我也适时退下, 奴婢告退。 我走向贺声, 和他一起匆匆离开了。 你怎么来了? 我低声问他。 贺声道, 我听说你在席上被困住了, 怕你出事, 便立刻赶来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 他向来敏锐, 方才虽只有短短一刻, 却已察觉到了 我与沈宝兰之间的怪异, 犹豫许久, 终究忍不住问我, 怀孕, 你和世子, 从前认识吗? 我惊讶于他的敏锐, 淡定摇头, 我不过是个小宫女, 怎么会认识他? 如此最好, 他看了看我, 道, 如今南洋王府正在风口浪尖上, 覆灭只在一朝一夕, 和南洋王府牵扯上关系, 恐怕会遭连累。 为什么? 我察觉到了李寻对沈宝兰的敌意, 却并不知这是为何。 周遭并无旁人, 贺声低声问, 你可曾听说过 前朝公主的传言。 我点头, 上个月私善房开小灶, 有个太监讲过。 传闻十七年前, 前朝覆灭时, 宫中三千口人 被杀了个干干净净, 只有一位出身月族的妃子, 用月族秘书假死逃生, 后来辗转到了扬州, 还生下了一位小公主。 不过, 我一直以为 这只是谣言。 可刚才在宴席上, 我却听见李寻提起, 莫非沈宝兰和这个前朝公主有关系。 贺声说道, 几年前, 民间突然流传起了前朝公主的传说, 甚至有数事四处传扬, 说子微星难移, 是江山一主之兆, 皇上大为震怒, 因此杀了数百人。 近些年, 诸多士族对皇上越发不敬, 包括南阳王, 屡次以年迈为由, 无视圣命, 皇上本就对他十分不满。 去年, 南阳王世子又突然去了一趟扬州, 皇上便疑心, 他们这是要去找那公主, 光复前朝了。 贺声的话落在耳中, 一下一下, 敲得我心脏秃秃的。 少请, 我勉强笑道, 谁人不知, 那沈宝兰到扬州是风流去的, 连眼睛都叫人打瞎了, 这样的纹裤, 怎么会有谋逆之心? 我嘴上虽这么说, 心里直却发冷。 因为我很清楚, 沈宝兰绝不是沉迷女色的灯徒子, 他去扬州, 恐怕真是去找那前朝公主的, 而南阳王把他扔在北府, 就是为打消旁人的疑心而做的一场戏。 贺声道, 我知道, 可是皇上怎么想, 谁也猜不着。 南阳王麾下有兵马数十万, 挡棚遍布, 就算出事, 也有自保之力。 而你我, 只是天子足下楼椅, 若卷入其中, 只怕被碾碎了, 也无处叫去。 我明白, 我低着头, 与贺声一道回思善访, 寂静无言, 天上乌云压得极低, 埋着团团春雷, 一触即发。 那夜过后, 朝中局势越发紧张, 人人自危, 李循变得疑神疑鬼, 夜夜无眠, 无端杀掉了好几个近视。 过了几日, 听贺声说, 李循一直在调查南阳王府, 却没有查出谋义的罪证。 他没法对南阳王府动手, 又不愿意轻易放过, 如今正僵持着。 我终日惶惶, 替沈薄兰捏着一把汗, 暗暗期望李循不要发疯。 3月15, 贺声突然告诉我, 李循在宫中设宴, 邀沈薄兰入宫。 我心中惊骇。 宫中设宴, 总管太监往往会提前告知私善房备善, 而这一次, 私善房并没有得到消息。 李循邀沈薄兰入宫, 分明是在作局。 沈薄兰若进宫, 便会被扣押, 成为李循威胁南阳王的人质。 若不进宫, 李循则会以抗旨为由, 派兵前往南阳王府抓人。 进退都是死路, 如此, 倒不如逃出京城, 跟李循撕破脸。 南阳王势力甚广, 过了南阳界, 李循轻易动不了他的。 我猜想, 沈薄兰这样聪明, 一定不会入宫的, 直到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推开房门, 沈薄兰立在屋内, 长身玉立, 滋容翩翩。 我却好似白日见鬼。 你为何在此? 我关上门, 三步并坐两步, 跑到他跟前。 他却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我为何不能在此? 皇上宣你入宫, 分明是要抓你, 你岂会不知? 他挑眉, 皇上抓我, 与你有何干系? 我, 我一时语色。 他靠近了一步, 身上的药香更加浓郁, 如此关切, 还说不认得我。 如今这个接骨眼, 他不想着跑, 却来逼我做什么。 我退了半步, 不看他, 世子, 你快走吧,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在我这里耗费时间, 没有意义的。 屋里安静极了。 沈薄兰气息凝重, 虚愚, 讽笑道, 怀育, 我说过了, 我是瞎子, 不是傻子。 奴婢不明白, 世子在说什么。 你不明白, 你明白得很。 他静默少情, 语气越发不善。 怀育, 你气我而去, 是嫌我是个瞎子, 会拖累了你, 还是因为赫生? 我没想到他会提起赫生, 错愕地看向他。 跟赫生有什么关系? 他步步紧逼, 字字句句, 透着力气, 没关系。 我听说, 你和他已经成亲了, 是吗? 所以, 你当初说你不嫌弃我, 都是骗我的, 你宁可跟着一个阉人。 世子, 够了。 你瞧, 我还没说他什么, 你变极了, 还说不是为了他。 他的话句句带刺, 我不知道, 他究竟真是这样想的, 还是为了激将。 但他的目的达到了, 我的确被他刺得心痛, 我抹了一把泪。 有点倦了, 沉默半赏, 忽而觉得自己可悲, 只是想留下最好的一面在他心里, 如今走到这一步, 我在他心里的模样早就烂掉了。 还有什么可隐瞒的? 好啊, 我告诉你吧。 我叹气, 不甘又无可奈何, 我的确骗了你, 连名字都是骗你的, 其实, 我压根就不叫怀育, 我真正的名字是丑奴。 我的娘亲是扬州寿马, 我在薛府, 就是个最低贱的奴婢, 连府上的马奴都能对我遗旨气势。 我与你, 一个是天上云, 一个是地上泥, 我压根就配不上你, 根本不值得你纠缠。 从前难以启齿的秘密, 如今说出来了, 却好像没什么可怕的。 我看着他, 破冠破摔, 还能怎样呢? 我已经把我最难堪的一面, 剖给他看了, 就让他瞧不起我吧, 就让他厌恶我吧, 无论如何, 我都认了。 可他却气急返笑, 就因为这个。 白灵遮挡了他的眼, 却挡不住失望, 他咬牙。 怀孕, 你从没有问过我, 却先入为主地认为, 我一定会瞧不上你,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是你说的, 世子冰清玉洁, 是这世上最干净之处, 你亲口说的, 可你却对我一点也不相信。 我忍住泪, 望着他, 你, 你什么意思? 腰部一软, 他已经将我揽进怀里, 温热的。 柔软的唇, 侵占了我。 少请, 他捧着我的脸, 自自认真, 我今日冒险入宫, 只为了见你, 我的意思, 够明白了吗? 我愣神伴赏, 忽而泪落, 是委屈的, 也是甜蜜的。 我的世子, 他并不在意我满身双血啊。 我扑进他怀里, 贴在我熟悉的, 梦寐以求的胸膛上。 窗外风起云涌, 月已经被乌云遮住, 光线暗淡。 我哭了一会儿, 从梦中清醒, 捶了他一把, 骂他, 你不该来的, 宫中守卫森严, 你如何逃得出去? 沈薄兰弯淳, 却是胸有成竹, 你放心, 我既然进得来, 便出得去。 他既然这样说, 应该是有十足的把握。 我抬头望着他, 烛火之下, 他眼上的白铃, 更显刺目。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原有一双金贵清雅的眸子, 只看一眼, 便叫人心神荡漾, 如今看来, 是永远不会好了。 我抬手抚他的眼, 有些心疼, 你去扬州, 不是去找那前朝公主的吗? 怎么会把眼睛弄坏了? 一时大意, 遭人暗算。 怎么? 心疼了? 谁心疼你? 我咬牙, 如今我已是他人妇, 你现在才来, 还有什么意思? 你自己不告而别, 倒怪我来得晚了。 再说, 那赫生不过是个阉人, 你别这样说他。 他听到这话, 牙尖而都酸了。 我又没有诋毁他, 你急什么? 不是急, 他也是个可怜人, 你出身高门, 自幼养尊处优, 不能与我们这些奴才感同身受, 不懂得阉人这个词, 有多侮辱人。 沈宝兰听我这么说, 有些亚裔, 很快便明白了我的意思, 一时无语, 空气一下安静下来。 我问他, 你以后做何打算呢? 先回南阳, 再做打算。 南方十四城, 皆归属沈家, 只要回到南阳, 便由于礼巡抗衡之力。 只是,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他没有说话, 时局动荡, 沈家危在旦夕, 他连自己能活多久都不知道, 又怎么能回答我。 说话间, 宫里已乱套了, 沈宝兰奉旨入宫, 却半途消失, 金宇邻君已开始举着火把满宫搜索。 就连监兰院, 也传来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一名黑衣人越窗而入, 催促, 世子, 该走了。 我想, 这人便是沈宝兰能逃出去的原因, 我纵有万般不舍, 也不得不推开他, 快走。 他反手攥住我, 沉默片刻, 道, 好好活着。 我心一痛, 抢笑道, 你也是, 好好活着。 与邻君闯进来时, 沈宝兰已经走了, 奉旨搜查, 闲人退散。 这间房就这么大, 他们翻了两下, 便离开了。 这一夜, 与邻君在皇宫找了个遍, 也没能找到沈宝兰。 不仅仅是沈宝兰, 连南洋王府的人, 也不知在什么时候, 早已经逃出京城了。 我玄的心, 总算放了下来。 我想, 今后能不能与沈宝兰再见, 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希望他活着, 只要他活着, 就够了。 可我并不知道, 一把暗火, 已经烧了到我身上来。 与邻君拿着我的玉兰簪, 告发到李巡面前时, 我整个人都是空白的。 我并不知道, 这枚簪子是两年前, 李巡赏给沈宝兰的。 那年他从宫里出来, 碰巧就吓我, 见我捧头垢面, 心生怜悯, 于是从头上取下这玉兰簪, 为我簪发。 原来那时, 便已经为今日的货事埋下伏笔。 我跪下来, 不肯认, 这簪子是奴婢捡的, 奴婢并不知这是沈宝兰的东西。 他们把姚姑姑带了过来, 问她, 我是她一手带出来的, 可知晓内情。 我看向姚姑姑, 她竟不愿看我, 沉默片刻, 道, 奴婢听怀孕说过, 这簪子, 是她与情人的定情信物, 至于情人是谁, 奴婢也没有声问。 姚姑姑, 我不敢置信, 我唯一信任的, 唯一给过我温情的人, 如今却编造谎话, 要置我于死地。 天好像塌了, 是塌了吧? 不然, 怎么漏水了呢? 我后知后觉, 才发现原来下雨了, 地上全是水。 贺声听闻我出事, 赶了过来, 青涩长衣湿透, 也顾不上。 她脸色苍白, 从前万事不惊的人, 如今已乱了方寸, 连路都走不稳了。 她看了看御前总管, 那人微不可查地 对她摇了摇头。 她的心, 一下跌进了谷底。 片刻, 她颤抖着, 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贱人。 我被这一巴掌甩在地上, 顿时眼冒金星, 脸又胀又抹, 血丝混着血雨水往下躺。 赫声跪下来, 像狗一样爬到李寻面前, 红着眼求她。 皇上, 奴才什么也不知道, 这贱人虽嫁了我, 却一直不肯从我, 她与谁有染, 我并不知情啊。 李寻没说话, 她又爬到了狱前总管面前。 干爹,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总管踹了她一脚, 对她使了个眼色, 瞧你这点出息, 皇上又没说把你怎么着, 赶紧起来。 她心领神会, 连忙千恩万谢地爬了起来。 我抬手, 愣愣地擦掉血迹。 我不怪贺声, 若不与我割席, 她也会被连累下雨。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她这样做, 没有什么错。 总管为李寻撑着伞, 小心翼翼地问她, 皇上, 该如何处置这件地呢? 李寻看了我好一会儿, 捏着簪子, 平静而疯癫。 难怪那日, 朕隐隐觉得她带你不同, 原来你们之间还有这一层。 关起来, 朕, 要给他们赐婚。 李寻要给我和沈薄兰赐婚。 名为赐婚, 实际上, 是骗沈薄兰回京, 伺机又杀。 她并不确定, 沈薄兰对我情意如何, 但有这么个机会, 总要试试。 沈薄兰回来, 那是最好的, 不回来, 便杀了我, 恶心她。 我被幽禁于夜庭, 绑在角落里, 不见天日, 头顶如同悬着一把刀, 不知何时便会落下来。 所有亲近之人, 皆盼我而去, 唯一肯为我求情的, 竟只有薛金之。 我原以为, 她胆小懦弱, 绝不会蹚这趟浑水。 从前在薛府时, 大夫人打我, 她从不敢为我说一句话, 如今在暴君面前, 稍有不慎便要掉脑袋, 她倒赶了。 她跪在她脚边哭, 求她放了我。 李循问她, 你为何要给一个婢女求情? 她说, 因为她是臣妾的妹妹。 皇上, 是臣妾亏欠她, 是臣妾对她不好, 所以她才会被沈宝兰骗了。 求您了, 您放过她吧, 她知道错了。 这些话换作旁人讲, 大概是要被杀头的。 可李循有些喜欢她, 终究舍不得, 叫人把她拖回七霞宫, 软禁了起来。 金枝啊,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我叹息。 入夜, 姚姑姑为我送了一顿饭。 她眼眶微红, 声音却冷硬。 怀孕, 你别怪我绝情, 谁叫你抢了我的东西呢? 我这辈子没有别的指望。 唯一的寄托, 就是留在私善房。 我年轻时, 太容易相信别人, 总是被人骗, 所以到了三十六岁, 还是个点善。 我每日告诫自己, 再也不要轻信他人, 可最后, 还是栽在了你身上, 被你摆了一道。 怀孕啊, 我曾经是真的很喜欢你, 你要怪, 就只能怪你自己, 不该辜负我。 光线幽暗, 我看不清他的脸, 只看见, 他的衣裳变回去了, 想来, 已经恢复了点善的职位。 他坚信是我骗了他, 我在辩解, 他也不会信的。 所以, 我只是笑了一下, 恭喜啊。 他正了正, 攥着手, 什么也没说, 转身走了。 我挪动肩膀, 爬向地上的饭, 一口一口地吃掉。 或许这一次, 当真是必死无疑, 但在那之前, 我不要死, 多活一刻, 便赚一刻。 我被关押的第二日, 他们告诉我, 李寻已经昭告天下, 为我和沈薄兰赐婚, 只等沈薄兰上钩。 我轻轻叹气, 心知自己怕是死期将至。 闭着眼, 回想着一声, 只觉得不甘。 凭什么呀, 我拼了命地往上爬, 最终还是无法挣脱命运。 门口传来响动, 看守的太监开了门, 亚议道, 赫中官, 您这是。 赫生冷冷道, 奉皇上口谕, 来问两句话。 既是李寻的旨意, 看守也不敢多问, 盲开了门, 迎他进来。 我抬起头, 赫生站在我面前, 行销鼓励, 短短几日, 他受了这么多, 一定是对我很愤怒吧。 看守走过来, 两手交叠, 恭敬地站在一旁。 赫生指了指我, 他裙下藏了什么? 什么? 看守茫然, 低头来查看。 赫生却从袖中掏出快黑时, 砸在看守的后颈, 看守来不及反应, 便软软地倒了下来。 我惊异地望着赫生, 他并不解释, 迅速掏出匕首, 割断我身上的绳索, 一边扒那看守的衣裳, 一边道, 快换上。 我更加惊异, 他这是要带我逃走。 他疯了, 我按住他的手臂, 你干什么? 不想活了? 宫中守卫重重, 如何逃得出去? 赫生, 你难道想跟我一起死? 他却将衣裳塞给我, 目光执拗, 我会送你出去的。 你怎么送我出去? 他顿了顿, 语调平静, 你知道吗? 这皇城, 是我祖父都造的。 我从不知, 夜停之下, 还有暗道。 外面每隔一盏茶, 便有一对巡逻侍卫经过, 赫生算准时间, 在侍卫走后, 带着我混了出去。 暗道入口, 藏在别屋的一块砖下, 赫生拉着我进去, 一路逃跑, 直至抵达出口, 外面荒草丛生, 竟已经在宫墙之外。 赫生停了脚, 他一身都被汗湿透, 额上汗叶躺进眼中, 刺得眼睛发红。 他说, 怀孕, 你出去以后。 尽快出城, 往南边跑, 过了南洋界, 就是沈家的地盘了。 我抓住他的手, 你不跟我一起走。 他摇头, 我还有未尽之事, 等我做完, 便来找你。 他神情笃定, 我却莫名有些心慌。 你回去了, 还能出来吗? 他闭纯笑, 你忘了吗? 这皇城是我祖父都造的。 或许是那时太匆忙, 来不及细想, 又或许是他的眼神 太让人安心, 我竟信了。 好, 我在城外等你。 我扒开杂草, 钻了出去。 我走以后, 赫生并没有逃。 他回到夜庭, 为我拖延时间,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 李寻才发现我不见了。 他大发雷霆, 下令封锁城门, 可那时, 我早已经逃出京城了。 李寻抓不到我, 转而折磨赫生。 他讥讽他, 你一个阉人, 还真动了情。 可笑, 你劈了命救他出去, 以为他会念着你。 只怕此刻, 他正在沈宝兰怀里, 笑你蠢呢。 赫生身上已没有一处好皮, 说话时, 竟带着笑, 我不在乎, 他若平安喜乐, 那便是我的福。 那晚, 赫生激怒了李寻, 被施以置行, 尽于酒瓮之中, 直到断气, 仍不言悔。 他是清风朗月的君子, 被折磨到死, 仍清白干净。 我听闻他的死讯, 愣了许久, 他说, 他会来找我, 果然是骗我的呀, 我怎么就信了呢? 我跌在地上, 手掌被碎石扎破, 却毫无知觉, 只有出气耳, 没有进气耳, 像被一只大手扼住了喉咙, 连哭也哭不出来。 过了很久, 我爬起来, 抹了一把泪, 朝着皇城的方向 磕了三个头, 转身向南奔去。 我心中暗暗起誓, 他日我若重返皇城, 必叫李寻不得好死。 我逃亡数日, 一路拾草根树皮, 勉强保命。 路上遇见许多逃难的人, 同伴饿死在路边, 他们看也懒得看一眼, 继续赶路。 死了太多人, 已埋不过来了。 几日后, 我逃至一村庄, 饿得快要爬不动, 精神恍惚地敲响一对老夫妻的门, 求他们施舍一口吃的。 虽连年天灾, 食物短缺, 老夫妻却还是接待了我, 端来一碗面汤给我。 我抱着碗, 吃了个干干净净。 食过面汤之后, 老夫妻又理了床铺, 请我休憩。 我并不客气, 躺下就睡。 迷迷糊糊间, 听见外面传来磨刀声, 那妇人说, 太瘦了。 那男人说, 胜在娇嫩, 可换一袋脉夫, 足以足以。 我想, 他们真是一对善良的夫妻, 杀我之前, 还给我一顿饱饭。 那我便让他们走得痛快些吧。 黄昏, 老夫妻持刀, 颤颤巍巍进门。 我躲在门后, 抄起锄头, 一人一锄, 干净利落, 他们一生都没有叫。 我沉默地。 将那磨好的柴刀别在腰间, 趁夜离去了。 行至一条河边, 旁人告诉我, 过了这条河, 便是南洋静了。 河面虽宽, 但春季枯水, 摸着石头便能过去。 只是如今, 李寻政围攻南洋, 对面未防细坐过河, 时时巡逻, 看见有人便直接放箭。 可我必须过河, 过了河才能活。 我在那人震惊的目光下, 汤水下河, 我在赌, 赌对面不会杀人, 赌我的命够硬, 赌我这一次, 能赢一次。 树枝流屎破空而来, 却全都擦着我的身体, 射进了水中。 我便知, 我赌赢了。 我一步一步地往河对岸汤去, 不一会儿, 对面的弓箭停了下来, 有人骑马飞奔而来, 大鹤, 什么人? 我汤水上岸, 平静道, 带我去见柿子, 告诉他, 我叫怀玉。 进入城中, 我才发现处处挂红, 押送我的赤后告诉我, 柿子正在准备迎亲。 我证了证, 沈宝兰要成亲, 赤后并不多言, 押着我进入沈府。 此处是沈家旧宅, 地方很大, 比京城王府还要阔起数倍。 刚进入内院, 便听见岳门后传来匆匆的脚步声, 有人说着, 柿子, 人就在前面。 我回头看, 却见沈宝兰跌跌撞撞地赶来, 险些被一盆花绊倒, 月白衣衫有几处脏屋, 可见赶来之前, 已跌过一跤。 进了门, 他停下脚步, 声线颤抖。 换了一生, 怀孕。 风餐露宿流亡多日, 我终于又见到他了。 我有点哽咽, 是我。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沈宝兰快步走来, 将我拥入怀中, 失而复得的喜悦, 让他恍若在梦。 我以为你还在京城,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跑出来了, 你受苦了。 他抱得太紧, 我有点呼吸不畅, 却也忍着, 舍不得放开他。 过了一会儿, 我看着满院红愁, 轻轻推开了他。 我来时, 他们说, 你要成亲了。 恭喜啊, 不知你娶的是谁家女子。 沈宝兰一正, 气得咬牙, 我娶的是谁家女子。 你以为呢? 怀孕, 你究竟是怎样想我的? 前脚入宫寻你, 后脚便迎娶别的女子。 那, 我反应了过来, 看来是李寻隐瞒了我出逃的消息, 还在骗沈宝兰入宫迎亲呢。 而沈宝兰明知有陷阱, 却还是准备去迎娶我。 我重新抱紧她。 我想, 命运对我终究是留情了的。 时隔多日, 我终于吃到了一顿像样的饭。 无人时, 我问沈宝兰, 可找到了那前朝公主。 她摇头, 神色凝重, 我父亲调查许久, 才得到一点消息, 说那逃出去的岳族妃子 居于城东, 化名昭云, 小公主的名字却无人知晓。 去年, 我前往扬州暗中寻访。 当也找到了不少名为昭云的女子, 可要么年纪对不上, 要么家中并无十六七岁的女儿, 只怕那消息不可靠。 我轻叹, 李寻残暴无道, 是人心已久, 但实力尚存, 以沈家的体量, 还不足以撬动她, 可若沈家能找到那前朝公主, 便可一呼百应, 集结前朝一步, 北上讨伐了。 宁思良久, 心中却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这想法一旦萌生, 便像一棵野草, 刺穿种壳, 顶穿石头, 蛮横生长。 我看了看沈宝兰, 终究忍不住抓住她的手, 道, 既然找不到, 那么, 那前朝公主, 为何不能是我呢? 沈宝兰一正, 你是说假冒公主? 不错, 若世上并无前朝公主, 那便无人能证明我不是, 若当真有这位公主, 她知晓有人冒充她, 便会露面来揭穿我, 倒省了你们去找她。 我心中, 更有一层算计, 若没有这位公主, 那我正好趁势上位, 若真有这位公主, 要来揭穿我, 也不打紧, 等她出现, 我早已全力在握, 她未必能动我, 到那时, 假的也是真的, 真的也是假的。 不过, 这些肮脏的心思, 我自然不会告诉沈宝兰。 沈宝兰震惊不已, 她明白我的建议是可取的, 却也不敢相信, 我会有这样的胆量。 若真讨伐李循, 那便是提着脑袋过日子了, 你不怕死。 怕, 可若死在我自己选择的路上, 那就不冤。 我握住沈宝兰的手, 道, 可若能解你之困, 我便不怕了。 沈宝兰带我去见了南洋王, 南洋王也早有此意, 只是自诩为名门正派, 不好自己提出来。 而我一番相劝, 正合她心意。 何况, 我无依无靠, 真心爱慕沈宝兰, 将来是成, 也不会被赐沈家, 是绝佳的人选。 她一边叹着, 都是为了天下大忌, 一边让人将消息传出去, 措辞丝滑, 可见在这之前, 她早就构思过无数次了。 消息放出去后, 一旦激起千层浪, 不断有氏族带兵马, 从四面八方赶来, 短短一个月, 人数便激增数十万。 天下氏族最在乎名声, 他们早有樊里寻之心, 却又不愿做乱臣贼子, 留下恶名, 有了前朝公主的幌子, 讨伐李寻便名正言顺, 至于我究竟是不是真公主, 他们未必在乎。 十日后, 我在南洋嘉缅, 封号英盛, 应运而生, 如日中天。 氏族之中, 大多对我还算恭敬, 但总有几人, 并不敬我, 有人是因为怀疑我的身份, 有的人则只是 瞧不上我是个女子, 好在他们对我无可奈何, 只能给我些脸色瞧瞧罢了。 开拔那日, 军中为我也制了一副盔甲, 宣称少将赔速暴毙讥讽我, 这盔甲足有三十九斤重, 公主若穿不动。 大可在帐中绣花, 不必相随, 此人对我的身份一直存疑, 屡次出言不逊, 沈宝兰却道他只是年轻气声, 让我不必理会, 可我却觉得, 咬人的狗, 得逊。 你对他和颜悦色, 他以为你软弱可欺, 赶在你头上撒野, 你鞭打他教训他, 他才会知道谁是主人。 我挥剑斩断他一缕发, 吏色道,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小娘子, 裴少将若不会好好说话, 我不介意拿你的舌头来下酒。 裴素一惊, 虚余, 仗红着脸走了。 李循荒淫多年, 军队战力早已下滑, 我军势如破竹, 短短一个月, 便连下数十城。 行至邯郸, 入夜, 沈宝兰被南洋王叫走, 忽有一面熟的小卒, 声称缴获一奇物, 请我前往。 我留了个心眼, 带上了沈宝兰留给我的护卫童去。 一进帐篷, 身后便被人封住了退路。 我一时惊骇, 看向帐中, 只见裴素面色沉沉, 身旁, 站着几个衣服样式怪异的人, 为首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我按住腰间佩剑, 问裴素, 裴少将这是何意? 裴素冷笑, 公主可识的这几人。 我打眼看那老者衣着纹样, 莫名觉得熟悉, 在细想, 心中一脸, 月足, 不错, 那老者上前一步, 眼中既有期许, 又藏着房贝, 我寻访多年, 一直未能找到我的女儿。 上个月, 却听闻我的外孙女已在南阳举世, 因此置封目鱼赶来, 一探究竟。 这人竟是那月族妃子的父亲。 我已有几分心虚, 但转念一想, 她又没见过那公主, 如何能证明我就不是? 于是先发至人道, 你如何证明你是我外祖父? 老者神色却从容, 从袖中掏出一幕霞, 我月族有一股虫, 可验亲书, 我已用我的血四位, 只需取公主一滴血, 若股虫肯吸食, 便可证明你我是血亲。 这一步,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冷笑着, 可笑, 谁知道这股虫是真是假。 此股在月族流传千年, 从未有差错。 若公主当真是我月族后人, 我愿携两万勇士效忠公主, 助公主成事。 裴素一道, 公主连事都不肯, 难道是心虚?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 那公主便请吧。 裴素拿过木匣, 从腰间取下短刀, 行至我身前, 那老者紧紧盯着我, 竟是比我还紧张。 我自己来取。 我伸手, 接过裴素手中的短刀, 下一瞬, 一脚踹在裴素命根子上, 趁他疼痛, 将短刀抵在他脖梗处。 短刀辱夫三分, 鲜血流淌而下。 这下三路的擒拿法, 是沈薄兰教我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 帐中兵士纷纷拔刀, 我的侍卫易进入防守状态, 拦住想冲上来的人。 裴素精道, 你干什么? 我平复呼吸, 道, 裴素, 你对我一向不满, 我怎知你有没暗中坐手脚来冤我。 我好不容易爬到今天的位置, 绝不能让人轻易拉下来。 言罢, 我看向老者, 外祖父, 你我血亲, 无须再厌, 我向你保证, 等我收回江山, 并会护佑我们月族万代平安, 绝不再受人侵扰。 如何? 我再赌, 对于首领来说, 比起一个连是否真的存在都未知的外孙女, 月族的分量要大得多。 也是在拖延时间, 要步了多久, 沈薄兰便会发现我不见了, 等他找来, 裴素便不敢再轻举妄动。 老者没说话, 我看向他, 却见他神情恍惚, 目光缓缓落在我的手腕上。 那里有一条小小的伤痕, 是方才擒裴素时, 被他抓破的, 而几只不知从哪里爬出来红色小虫, 正趴在伤口上, 贪婪地稀释。 这是古虫。 我盯着那小虫, 错愕不已, 而那老者却以老泪纵横。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啊。 他亮亮呛呛地跑过来, 问我, 孩子, 你的母亲在何处? 她在何处? 她早就死了。 我松开裴素, 精益地看着我手上的蛊虫, 脑中已是一团乱麻。 我与这老者真的是血亲, 我娘, 就是那个月族妃子。 我仔细回想, 我的娘亲的确是父亲从扬州带回的。 可她一生下我就死了, 我对她没有任何印象, 只记得她的名字叫沐宇。 沐宇。 我心头一震, 沈宝兰说, 那月族妃子隐居扬州时, 化名昭云, 昭云沐宇, 只怕其中的确有联系, 只是有人为访我娘被找到, 才模糊了真实信息。 其中缘由, 却不得而知。 须于, 沈宝兰带人闯了进来, 飞起一脚踹开陪家兵足, 举刀而立, 她眼虽忙, 听觉却齐家, 行动几乎与常人无异。 我只是静静按下她手中的键, 已经没事了。 沈宝兰没想到, 我竟真的是前朝公主。 但我爹在李寻夺天下之前, 便已是李寻的幕僚, 她究竟为何要救下我娘呢? 沈宝兰沉吟半赏, 道不出个所以然。 我想了许久, 也没有答案。 我爹已死, 她究竟为何救我娘? 我再也无从得知了。 这一夜, 我罚了裴宿三十军鞭, 以示惩戒, 她倒也心服口服。 归仗后, 我彻夜无眠。 我曾经恨透了薛府所有人, 也恨透了这世道。 如今知道了自己的来历, 这些恨意却变得模糊了。 我只是想, 或许一切皆有因果, 我从前遭受的种种苦难, 便是为我如今得到的一切提前买单。 血缘是个奇妙的东西, 外祖父在今日之前从未见过我, 对我的能力与人品一无所知, 只因我身上流着一部分月族的血。 便对我笃信不疑, 肯为我抛头颅, 洒热血, 将两万勇士交到我手上。 我有了月族的势力, 从此便与各氏族分庭抗礼, 不必再忧心会被架空。 数日后, 我带兵挥尸北上, 势如破竹。 豊朝将是死的死, 降的降, 节节败退, 全无还手之力。 四年春, 皇城被攻破了。 我流亡时, 曾对天启示, 若有朝一日重返皇城, 毕叫李循不得好死, 今日该兑现誓言了。 我进入皇宫时, 李循刚点了一把火, 和郑贵妃一起赴死, 火烧起来后, 李循却毁了。 于是我刚到昆玉宫, 便看见一个烧得一团黑的家伙, 屁滚尿流地爬出来。 火海里, 郑贵妃还在哭喊着叫他, 循哥哥。 不多时, 便没了声响。 一年前, 他坐在榻上说, 谁也不能和他抢皇上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不知此刻, 他看见李循抛下他, 会做何敢想。 我垂目看向李循, 几个侍卫已经将他摁在地上, 他早没了当初的嚣张, 胡乱喊着, 别杀我, 别杀我。 原来他也会怕死啊, 他却不想想, 他夺去别人性命时, 可曾心生怜悯。 我提着剑, 挑起李循的下巴, 问他, 你可还记得贺声? 他迷茫地在他浑浊的脑中搜索, 最后, 瞪大了眼睛。 我冷冷到, 把他做成人质, 扔进酒瓮, 不, 扔进粪坑, 杀他。 并不足以复仇, 我要让他又脏又臭, 到黄泉下, 向他瞧不起的奴才谢罪。 军队入皇城后, 所有没来得及逃跑的工人, 皆被抓到一处, 等候发落。 宫女堆里, 一个人蓬头垢面, 发着抖, 慌张不敢抬头。 我却认出了他, 对他笑。 姑姑, 又见面了。 一个人将他提出来, 他跪在地上, 不住哀求, 别杀我, 怀孕, 别杀我。 好啊。 我接过身旁侍卫的弓箭, 搭箭上弦, 道, 姑姑, 你往前跑, 我这一箭若射不着你, 便不杀你。 他眼睛一亮, 急忙起身, 劈了命地往前跑。 我拉宫, 看着他拼命逃跑的背影, 突然有些恍惚。 想起很久以前, 一个雨天, 他在前面跑, 湿答答地回头对我招手, 怀孕, 雨大了, 快跑起来呀。 我说, 姑姑, 宫里不是不许奔跑吗? 他拉起我的手, 笑得好灿烂, 傻瓜, 谁看得见呀? 又想起来有一回, 我被热水烫伤, 疼得睡不着, 他拉着我的手, 轻轻地吹了一晚上。 那时候, 我总是想, 若我娘还活着, 也会像这样疼我的。 我与姚姑姑, 本不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地上似乎有石子, 姚姑姑没跑多远, 便扑通一下摔倒了。 他惊恐地回头望着我, 却发现, 我早就把弓箭扔掉了。 他呆呆的, 看看地上的弓箭, 又看看我, 神色懊悔绝望, 捂着脸痛哭起来。 我想, 他大概也想起了些什么。 怀孕啊, 他喊着泪, 一头撞在了弓墙上。 稍晚一些的时候, 我手下的人在叶亭玉, 找到了薛金枝。 自从我举兵北上, 他便被关了起来。 后来, 薛家也被抄了家, 带夫人在官兵入府前, 用一根绳子, 吊死在了祠堂。 几个人把薛金枝带到我面前时, 他衣衫褴褛, 神情恍惚, 嘴里念着,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 入狱后, 李寻日日折磨他, 他早已经失心疯了。 他曾经多漂亮啊, 如今一身烂窗, 仿佛街头起儿。 我在南自池, 哽咽着换他, 金枝。 他愣愣地抬头, 看见我, 突然哭喊起来, 怀孕, 快跑, 快跑。 金枝, 不用跑了, 没有人会再欺负我们了。 可他仍哭喊着, 怀孕, 你快跑啊。 他正得厉害, 几个人都拉不住他, 我连忙抱住他, 心痛得好像被生生挖去了一块。 他好瘦啊, 皮薄骨头, 我抱着他, 好像抱着一把竹枝, 我与他之间, 总是隔着许多事, 他知我, 我一知他, 却从不曾说开。 如今终于山以海平, 他却被残害成了这般模样, 也听不懂我叫的这一声。 阿姐, 第二日清早, 我坐在窗边为薛金枝梳妆, 给他穿上干净的衣裳, 衣裳是他最喜欢的鹅黄色, 裙边绣着花枝, 娇俏如豆蔻少女。 可他发着抖, 抱凶哀求, 不要, 我不要事情。 我心里好像被针扎了一下, 按住他的肩, 金枝, 我是怀孕啊。 怀孕, 你是怀孕。 他望着镜子里的我, 目光惶惑不安。 怀孕, 你怎么在这儿? 他们, 他们在找你, 你快躲起来啊。 金枝, 不用躲了, 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了。 我放下鼻子, 半蹲在他跟前, 将他冰冷的手揣在胸口。 金枝, 你知道吗? 我已经在那最高处了, 你会为我高兴吗? 他听不懂, 缓缓扭头,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抬手摸了摸脸, 怀孕, 我,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等我做了宠妃, 我一定把你接回来。 我沉默许久, 浮在他膝上, 无力地叹了口气。 房门打开, 沈宝兰立在门口, 一阵风带过来, 白衣在风中翻飞。 他向我伸手, 该动身了。 今日, 是我的登基大典。 我走向沈宝兰, 搭着他的手, 走向金鸾殿。 过太清门时, 他松开了我的手, 恭敬道, 臣只能送陛下到这里了。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称臣。 我看着前面长长的路, 第一次意识到何谓高处不胜寒, 以后还有很多的路, 我都只能一个人走过去了。 我问他, 你会在这里等着我吗? 他敏唇浅笑, 臣永远在这里等着, 为陛下守住后背。 好, 我相信他的真心, 可我永远不会把后背交给任何人。 我转身向金鸾殿走去, 登基时, 我一步步走上高台, 望着那把金灿灿的龙椅, 眼底不自控的湿润。 我曾无数次如蝼蚁一般被人踩在脚下, 抬着头, 仰望青天, 向命运求一条生路。 而金碧露蓝旅, 终于抵达我所渴求的最高处。 这九尺高台, 是无数人的血肉铸成的。 我既然坐到了这个位置, 便要让这天下换一个模样。 山里下了好几日雪, 游瓶显冷清, 拎了酒下山去找友人。 三五好友就着花生米, 一钟一钟地喝着酒。 桌上有人们谈天说地, 恨不得把牛皮吹破, 游瓶却始终闷闷不乐。 就在几日前, 他收到了薛大人的死讯。 他跟了薛大人十几年, 感情深厚, 一年前, 为了照顾年事已高的双亲, 才不得不辞了他, 回到这大山里。 如今, 双亲已故, 薛大人也故去了, 他有些怅然。 有人调侃他, 这是怎么的? 想逃老婆了? 他摆手, 去去去, 你们也就这点出息。 有人不屑, 都是你腿子, 倒说的你有天大的出息似的。 游瓶被噎住了, 他没有天大的出息, 可他心里, 有个天大的秘密, 是真的能捅破天的秘密。 他已经醉了, 那保守了九年的秘密, 不上不下地掉在猴头。 他真想说出来啊, 心里痒得难受。 几中酒后, 他越发难以自持, 决意一定要说出这个秘密, 在有人们面前找回点面子。 你们知道吗? 那前朝皇亲, 并没有死绝。 有人们大笑, 胡说什么? 谁不知道圣上入宫时, 屠了三千人, 跟前朝皇室沾点关系的都死绝了, 皇亲还能活下来。 你们知道什么? 游瓶虽罪了, 却还是知道要真真假假地说, 不能把薛大人给出卖了。 他说, 我这儿有可靠消息, 屠宫那日, 有一名怀孕的岳族妃子, 以假死之树逃生, 跑去了扬州, 化名为。 他说着, 想起了与薛大人在扬州遇到那叫 沐宇的女子时的情景。 他挺着肚子, 跪在薛大人脚边, 恳求薛大人给他一条生路。 他可是前朝妃子啊, 肚子里怀的还是隆重, 放过他, 那可是死罪。 但薛大人犹豫很久, 还是救下他, 带回了家。 他知道薛大人为何会救沐宇。 因为在那之前, 夜深人静时, 薛大人总是叹息, 皇上因我一句谏言, 屠了三千人, 我到了宫里, 才知道那是多大的罪孽。 游瓶三千人啊, 尸体堆起来, 比城楼还高。 薛大人一直是后悔的, 但他已许身君王, 绝不能放那女子回月族, 思来想去, 只能将她带回家。 有人催促游瓶, 化名为什么? 游瓶喝了一口酒, 道, 化名, 昭云。 然后呢? 然后, 生下了一位小公主。 薛大人把沐宇带回府上, 骗所有人说, 沐宇是扬州寿马, 孤苦无依, 已有了她的孩子, 因此才带回府。 薛大人只是个小官, 她带个妓子回家, 并不惹人眼, 也没人在乎。 但大夫人在乎, 夫人表面大肚, 收下了沐宇, 被地里, 却按下杀手, 在沐宇即将临盆时, 把她赶进了马棚。 等薛大人赶回去时, 沐宇已经死了, 她脱下衣裳, 包住刚出生的女儿, 自己却冻死在风雪里。 薛大人就向那个孩子, 求大夫人留下这个孩子。 大夫人恨读了沐宇, 她咒骂薛大人, 质问她为何一定要留下那妓子的种。 薛大人脸色苍白, 她其实很年轻, 但因梦魇折磨, 已经像个小老头, 她说, 不求你对她好, 只求保她一命, 只要能让她活下来, 怎么这都成?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大夫人最终留下了这个孩子的性命, 丢给府中老婆抚养, 薛大人也遵守承诺, 无论大夫人怎么对那孩子, 也绝不插手。 那孩子苦啊, 一生下来就没了娘, 连名字也没有。 大夫人有意搓磨她, 换她丑奴, 还让她小小年纪, 就做起了小奴菜。 家中另一位大小姐, 无意间发现了丑奴, 她喜欢她, 总是偷偷找她玩。 小姐在府里, 总是形单影之, 丑奴是她唯一的伙伴。 后来, 小姐得知丑奴是自己的妹妹, 又惊又疼, 在大夫人打丑奴时, 哭着喊, 母亲, 为什么要这样对妹妹? 为什么要打她? 大夫人一向浇灌她, 听见她这样说, 气得发疯, 谁跟你说的她是你妹妹? 她不过是个奴才, 你敢为她求情, 我便撕烂你的嘴。 小姐吓坏了, 躲在角落里哭, 再不敢为丑奴说话。 游瓶心疼啊, 两个小孩都怪可怜的。 薛大人也心疼, 可他答应了大夫人绝不插手, 他不能管。 直到有一年, 薛家为大小姐请了夫子, 薛大人忍不住, 第一次找到那孩子, 给他指了一条路, 你若不想一辈子蹉跎, 便从今日起, 跟着金枝读书, 他学什么, 你便学什么, 一样都不许比他差。 游瓶没读过书, 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 他偷偷地想, 薛大人跟他说这些, 还不如带他出去吃顿好的。 一年后, 游瓶双亲重病, 辞别薛大人, 回到了山里。 他知道, 薛大人一直活在 对那三千人的愧疚中, 夜夜梦魇, 精神衰弱, 走时, 他不忘叮嘱薛大人, 要按时服药。 薛大人还对他摆手说, 知道了, 知道了。 如今才过去一年, 薛大人便落水而亡了。 人家说, 薛大人看起来一点事也没有, 可就是走着走着, 就走进水里去了。 游瓶叹气, 他走后, 薛大人一定没有按时服药。 酒桌上, 有人推了他一把, 快说呀, 那小公主叫什么名字? 她, 没有名字。 天将黑了, 游瓶冒着风雪回家, 一路摇摇晃晃, 在离家只有一里远的地方, 一头栽进了雪窝里。 他不知道, 他的秘密正在向山外流传, 缓慢地撬动着一个王朝。 女士真的老婆. 好